各位好 歡迎來到Linux核心 設計Linux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是第八週 那在開始之前我注意到這個公告 就是我們在課程介紹 有提到我們這本課呢 是不因為國定假日而停什麼課程 反正我們就上滿18週 那如果需要的話呢 我們會安排加個 然後今天是4月3日 那我們的進度就是涵蓋 並行程式設計Lock Free程式設計 還有Linux同步機制 那我們在4月3日下午的 到晚間的安排再加測驗 那請你在4月4日當天下午3點 刷新這個我們現在 你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課程紀錄表 還有這個形式例 那你可以看到說 怎麼去參加我們的測驗 好 然後再次說呢 我們在4月6日的晚間呢 我們安排就是 我們會先進行這個當週的測驗 對 不要害怕 4月4日有測驗 4月6日也有測驗 然後我們會先安排一個 就是大概是一題 一題測驗題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回顧 我們前幾週的作業 那我想這個回顧作業是很重要 在我們這個課程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才能夠知道說 中間你哪裡沒做好 好 好 欸 現在卡住了嗎 欸 是停住了嗎 欸 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 好 抱歉啊 電腦 電腦 電腦就好 但是 還是可以 可以調整好 我相信這個 最近我只要有辦法修改 這個 修改 Kelon Browser 應該就可以 讓我們繼續用這台電腦上課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們本週的進度呢 是 這個 並層設計 我們在 這次延續 上週 我們上週的時候呢 提到這個 Atomic 操作 好 然後我們這週呢 會更 延續這個Atomic 操作來探討這些案例 好 那這些案例的話就不然說呢 像我們 會講到Hazard Pointer 然後再來是Rimbuffin 還有Threeport 那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這個 你接下來看到的東西呢 會跟你過去在學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會有很大的衝突 好 並不是說你過去在作業系統學的東西 有什麼錯誤 好 最主要問題是 你過去在作業系統學的認知呢 不足以 讓你在21世紀立足 好 所以 就是 就是 你看那個恐龍書的那個封面就知道嘛 這講的是恐龍嘛 那個 裡面很多知識呢 在 可能25年前 是何用的 但對不起 今天是21世紀 然後在這裡面呢 你要瞭解到就是 Lintern核心呢 它關注的議題呢 是 我們第一週就有跟大家講 Skepity 什麼Skepity呢 就是 給你更多的硬體資源 如果你的程式呢 可以隨著硬體資源的提升 然後你有辦法做更多的事情的話 好 那這個 我們就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系統是一個 具備良好的Skepity 否則呢 如果你硬體的規模提升 但是你同個時間 能夠做的事情呢 其實沒有 顯著的正相關的話 那我們就認為說 這樣的系統不具備Skepity 好的Skepity 那注意到這件事呢 聽起來好像不難想像對不對 就是 給你更多硬體 然後 有辦法同時間處理更多事 你會覺得說 這不是理所當然 但是呢 實際上這件事呢 對於程式設計呢 是很大很大的挑戰 那這件事要克服的話呢 說真的不是只是靠 應用程式去提升而已 作業系統本身 也要很大的提升 那這也是為什麼你在 你可以看到說 Rin的核心呢 近年來的貢獻者 有很大比例是來自 有很大比例是來自那個 Bidance 就是那個 開發抖音那家公司的母公司 就是 Bidance是TikTok 抖音的母公司 然後呢 再來是阿里巴巴集團 還有華為 這些公司呢 都有很顯著的需求 就是 他們自己都有什麼 都有世界流量一流 我們不能講內容是世界一流 但是流量是世界一流 是沒有錯的 但是這些公司呢 有世界流量一流的這個服務 然後呢 他有這些 為了要讓這些服務呢 本身有辦法應應這些挑戰的 其實他們是從 從在這個 應用程式 網頁伺服器 資料庫 然後一路改到 作業熊核心 尤其是Bidance 那Bidance呢 在這幾年的流量衝擊非常龐大 我沒有辦法拿到內部的數據 但是有一些朋友在裡面跟我講一些很有趣的一個因素 就是說 他有講過 其實很多在作業熊過去學到的東西 在Bidance是不適用的 因為他們已經遇到很多這種相關的限制 那也因此呢 他們必須呢 藉由同時修改硬體跟軟體 那這邊講的軟體就是包含作業系統 那硬體呢 就是也許他們之後會公布啦 就是一些特製的硬體 好 那總之就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來學習令的核心 因為我們要解決問題不是一個經典的問題 我們著重的問題是21世紀還有進行中的問題 那我想大家特別理解這件事好 這就是說為什麼你覺得會這門口很難 並不是說我們特別來刁難各位好 而是因為21世紀的東西就是這麼難 那你想在21世紀立足對不起 那就好好想清楚 就是你現在面對的議題在哪裡 好 這也是為什麼要跟大家提到這個這個這個 創造出即便是多執行序或是多執行序去存取共用資源 所以要關鍵不是多執行序 而是這個而是什麼 而且這些並行的程式呢 如果用到共享的資源的話 共用的資源的話 如何確保結果是正確好 所以你過去換很多心思會在 在傳統的做一種的書籍好 他會換很多心思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 在講這個 Synchronization 就講這個Summer Formal Mutex 當然也會講到那個Test and Set 對不對 這一系列的議題 但是注意到在21世紀呢 我們更著重的是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為什麼要著重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因為你看喔 過去很多方法 你看 你看過去在學習那個Spin-lock 那Spin-lock呢 就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在那裡 就是 它為什麼叫Spin-lock 先思考什麼叫Spin Spin就是原子 那個原子原子自選 這個操作我們叫做Spin 當然在英語來講 Spin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這晚點會跟大家解釋那個Spin的意思 總之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就在說呢 過去呢 你只確保說在並行的程式 在多工程式如何得到結果正確 但是呢 在21世紀 我們光有正確是不夠的 我們是要把它做得好 然後在這裡面呢 就有很多議題呢 你在傳統的作業系統書籍是不會看到的 但是在Linus-Kernol面前 對不起 這些東西要重新拿出來 重新來探討 好 然後呢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這個Atomic的指令 Atomic的操作呢 它是這些 Wait-Free跟Lock-Free的這個 演算法的基礎建設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範疇 我們在詳細講這個之前 我們來看範疇 就是說呢 比較大的範圍我們設計叫做Lock-Free 然後呢 其中有一個小環節 有一個部分叫什麼 叫做Wait-Free 也就是說呢 Wait-Free比Lock-Free更難去實作 好 請記住這些事 好 那你大概猜得出來 我們大概要探討哪裡呢 好 我們會從Lock-Free開始探討 但是呢 關鍵的地方呢 是Wait-Free 好 那你說在Ninus-Kernol有沒有Wait-Free 有 好 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東西叫RCU 這是Ninus核心很重要的 的 同步處理機制之一 好 然後呢 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剛才提到的RCU呢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出現 如果你寫過前幾周作業 就是你寫第三周 第四周作業 開始在研究Linus核心的紅黑素 你就會發現 Linus核心的紅黑素裡面呢 存在什麼 存在的RCU 那其實不只Linus核心的紅黑素 其實你在Linus-Kernol header 很多地方都會看到RCU 這個東西就是Linus核心的特色 然後你在網上搜尋呢 會找到很多 看起來很詳盡 那都真的不知所應的東西 這是正常的 其實也不是這些教材有問題 這些材料問題 而是說 你可能沒有寫作者 他預期的高度 所以其實這些教材呢 它可能會有些 概念上有衝突 或是語言不詳 那其實 最主要問題 不是這些材料的錯 就是 你需要必要的基礎建設 然後我們這個課呢 希望從Butter Art突進 就是說我們帶著大家去 真正去撰寫相關的程式 然後呢 就是Linus核心的高度 已經是一個非常 就是養之彌高 對不對 一個一個非常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高的高度 那如果你直接去看裡面 程式碼說真的 浪費時間可能就是 這是必然的結果 而且呢 會讓你喪失這個消磨的鬥志 所以我們的做法 就是我們從Butter Art的途徑 我們就真的來做一些小的 小的 比較單純的程式 讓你了解到 變形程式的挑戰 然後中間呢 就可以回顧這個 變形啊 然後這個 Atomic Instruction 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基礎建設 好 然後呢 我們接著來 終於來介紹這個Lockfree的定義 好 Lockfree呢 就是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講 講Lockfree呢 它是講什麼呢 就是 不管作業熊怎麼排程 系統程式怎麼執行 至少有一個執行序 執行序有進展 注意到這件事呢 非常難 就是 你說這個 聽起來好像很單純吧 就是 作業熊當然要確保 程式有進展 注意到這件事不容易 你會想一下 你過去學了一個 一個東西 Dayluck 對吧 然後 Dayluck你可能很輕易的 就可以背出 尤其有考過 研究所同學 就Dayluck的四大 沖藥條件 你可能很快就把它背下來了 那如果來不及看的話呢 回去看你的教課書 當然注意到呢 Dayluck事實上 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簡單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我們真正的 在實務上呢 我們其實不是需要 你把Dayluck的沖藥條件 背下來 其實這不是實務上的需求 實務上的需求是 你要找出一段程式碼 它有Dayluck 然後去解決它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過去呢 你在學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通常考題不會這樣出 通常考題之所以不這樣出呢 有很多原因 因為 解決Dayluck的方法不只一種 那你也知道 在台灣沒有標準答案的話 就不能出題 出題會被懸罵 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會被懸罵 第二個是什麼呢 Dayluck就算你可以偵測 你可以消除 但是呢 可能在某些環境下 例如說改變Mame Order之後呢 對不起這些問題又會重新發生 也就是說呢 過去不會發生Dayluck 在 的條件呢 的程式碼 在特定的情況下 特定的組合下呢 它可能會重新發生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然後 這也是為什麼 這就是很難學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讓 系統裡面呢 沒有進展 這邊講的進展就是沒有Progress 沒有Progress的狀況呢 其實不是只有Dayluck 有 好 幾種議題會發生 這也是我們之後會來詳細探討的 然後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我們講Skebit Skebit 這個 其實這就是一個最最低最低限度的要求 然後所以 其實你了解到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只講Sevenphone跟Mutex 因為Sevenphone跟Mutex 只能充其量 只能確保說它是一個 就是Mutex Cushion的正確解法 正確解法 所以像那個Dex-Argulden Peterson-Argulden 這以前在教育書會看到的這個演算法 這是經典演算法 那這些經典演算法 那這些經典演算法 被實作在Sevenphone跟Mutex 然後當然我們會搭配硬體的指令 去加速這些運作 但是呢 我們實際上我們的期待呢 是更高的 那我剛剛提到 Luck Free是 不管什麼 系統怎麼執行呢 至少有一個執行序會有進展 然後呢 比他更強的呢 必要跟他強到更強的要件呢 就是叫做Wade Free 那Wade Free就是說呢 不管系統怎麼去運作 每一個執行序始終有進展 也就是說你不能 就是你不能只是想這個Daluck 因為Daluck是我們講就是說 兩個什麼 兩個會有什麼 Circular Dependency 然後呢 但是呢 注意到Wade Free的這個強度就很高了 就是說呢 每個執行序始終有進展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呢 它背後設計的演算法是 已經不是用複雜的形容 其實 其實 因為我們關鍵遇到的資料結構 像那個Linked List Red Black Tree 或是說一些很經典的 像B Tree這種 這些是資料結構沒錯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 或是說在一些經典演算法 就是經典資料結構的經典演算法 然後呢 他們在Wade Free跟Luck Free的這些講話 都需要重新設計 在我們之後也會看到相關的案例 例如說我們等一下就會介紹那個Linked List Linked List我們從第一週開始介紹 但是對不起 你要寫出正確有效的Linked List 其實需要很大的鋪陳 才能把他做得出來 所以注意到 Linked List從來沒有簡單過 這也是為什麼特別講一個 我們在課程特別 特別准理一個教材 對不對 講那個Linked List 那我們在一開始講的是 Linked List 講一些像 Indirect Point的使用 還有說一些 一些操作 怎麼運用一些程式技巧 運用一些程式開發的思維 然後去降低非必要的這種 記憶體配置啊 或者說讓寫出來的程式更 更加精簡有效 但是我們前幾多多在探討議題 但是從本週開始 你就會看到很多案例 那這些案例呢 就在並行程式設計中呢 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而且在Linked List核心裡面 大量的 注意到是大量 大量的運用 也就像在提到的像紅灰樹 我們不是只是紅灰樹讓它快而已 要確保說它在並行程式上 依舊能夠正確有效執行 所以請留意到這件事 然後 也因為上面講的議題呢 如果你的操作呢 一味的是依賴Lock 那就做不到Lock Free 當然也不可能會是Wait Free 所以注意到這個議題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Obstruction Obstruction Free Obstruction Free 其實是在這個 相當於是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更外面一圈叫Obstruction Free 那我們這裡也來解釋 因為這東西你在之後看一些論文 注意到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幾週都會看到論文 如果是研究生就會很清楚 實驗室可能會叫你報論文 在我們的課程不需要報論文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要把論文看懂 然後實作它程式 你知道有些實驗室就是 有些老師可能比較佛心 他就跟你講說花很多力氣 跟你講說要寫出漂漂亮的PowerPoint 那可能也不是老師的本意 不過你知道嗎 有時候在台灣這種環境 就是你好像不要有禮貌一點的 然後就不會被罵 但是在我們這門課 是要誠實面對自己 你說你把一篇論文做一個懶人包 然後你是不是扮演古阿末的角色 我是古阿末 今天我要跟你用五分鐘介紹 某某一篇論文 你要想一件事 難道這樣的話是理解嗎 其實未必吧 因為很多時候你只是做一個漂漂亮的PowerPoint 然後我們在這門課 會要求說你看懂一篇論文 而且真的把裡面的實驗重現 實做出來 甚至你還提出這邊論文 到底哪裡還沒做好 不是只是懶人包圍 那我們再回來看 剛才提到這個Option Free 就是說這邊在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在任意時間點 一個孤立執行的執行員 每一個操作都可以在有限時間內完成 只要沒有競爭 他就可以持續執行 然後最主要這個東西是在這個 我們講最難的地方就是Wet Free 然後要求少一點叫做Lug Free 更外圍這叫Obstruction Free 然後換言之 所有的Lug Free操作都滿足這個Obstruction Free 但是光這件事還是很難做 就是Obstruction Free已經是在這整個範疇裡面算是比較寬鬆的 然後你看要怎麼確保說 執行訊每一個操作都要有限部分的操作 就是你的Thread Function寫多寫少是一回事 關鍵地方是說 你要避免非必要的Lug Contention 這我們在上週有提到Lug Contention 我們提到說 Lug跟Lug之間不能相互競爭 也就是說你還是可以用執行訊 你還是可以用Lug 但是Lug跟Lug之間不能相互競爭 那這些講起來容易 但是做起來超級難的 因為每一個執行訊 它其實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認定它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對吧 它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但是這個獨立的個體之間 那怎麼讓它不會衝突 對吧 就像你要想一件事 你今天騎在騎車 騎在馬路上 那你跟對象的車 或是後面的車 其實都是各自獨立的個體 你彼此相互不認識 但是你會依據某種規則 交通規則 但是你也知道交通規則在台灣 基本上是當參考的 這個車子明明就是 兩車之間都要間隔 這個人考駕照的時候都要考 但是你看實際馬路上就很難理解 今天我女兒就問我老婆 說考駕照的事情 反正我女兒就到這個年紀 就是到這個年紀 幼稚園小學這個年紀 就是東問西問 然後她就問這個考駕照 然後我老婆就說 我老婆說她考98分 就是只錯一題 類似這種話 然後我女兒就問說 那這個其他人考試都考怎樣 我老婆說 當然大部分人考試都是很好的 否則不可能拿到駕照 可是我女兒就說 可是我看路上的人 我不覺得他們了解交通規則 這個突破盲腸 你想要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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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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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國小幼稚園的學生 就可以突破盲腸 對不對 就是知道是一回事 但是執行又是一回事 好 然後你看喔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我們台灣的交通 對不對 雖然很多人會違反交通規則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個地方 哪個地區的人可以 完全符合交通規則 這是我在台灣的好多地方都住過 但是我還是沒看過這種事發生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都還是可以 讓大家平安回家 偶偶還是會遇到交通事故 但是相對還是少的 對吧 所以換言之 台灣的這些駕駛之間 其實它有一種默契 或者某一種因素可以存在 對吧 所以就是雖然有規則 但是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而且你就算有交通規則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狀況 前幾年我還在台 我就是前幾年我 就我好幾年前我都還是用腳踏車 就代步了 就是 然後呢 讓我不再騎腳踏車有個原因 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內湖 內湖某個地方 我記得是內湖裡一段吧 反正我就騎腳踏車 那騎腳踏車呢 其實我遵守交通規則 然後呢 遵守交通規則 但是後面就有那個汽車 一直給我按喇叭 他就認為說我擋到他了 但是說真的我有路犬 我是可以騎腳踏車的 我不能騎人行道 那個行人的那個空間 所以我是騎那個車道 而且那個車道來講的話 慢車道跟快車在那一段 那其實是大家都可以騎的 對吧 然後我後面這個騎車就一直 就是按喇叭 然後讓我很厭煩 然後還好我沒有聽到什麼 他問候我家人的聲音道 但是就是按喇叭一直按 然後呢我也是很困擾啊 對不對 你說我腳踏車我要怎麼騎快一點 沒辦法啊 他一直說叫我靠邊 但是不行啊對不對 這個 為什麼要靠邊 我有路犬 好那總之呢 神奇事發生了 就是他那個一直按喇叭 就狂按 然後 後來神奇的一幕發生了 就是 有一個機車 有一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公車 那公車就要靠 要靠旁邊 然後 然後呢他就撞到我了 然後 我就很困擾啊對不對 就是我會被一個 車子問候 然後呢又被公車 用車插到 然後我就這種 好摔出去了 然後這件事我後來去報警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堅持要 要有一些動作嘛 那這次警察就跟我講一些事 你第一節 就是反正就是叫我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去做這種事啊 就是就是就是 打官司可能會打不贏 這件事我有點生氣啊 好但是anyway就是說 你看喔 神奇的一方是什麼 神奇的一方是說呢 大概我是最笨的 腳踏車騎士吧 因為你看那個 我遇到車禍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那個什麼 U-bike還沒有那麼風行 然後那你看 現在U-bike怎麼騎 對吧 U-bike現在就是跟騎人 騎人要空間 明天U-bike他有 他有專用道 對不對 但是呢有很多U-bike的騎士 他就騎人行道 那你看喔 他們就找到一個規則 就是他先違反一份規則 然後呢 再用自己自身 就是有人逼迫他違反規則 逼迫這些U-bike的騎士 違反規則 然後他們再去擠壓騎人的空間 然後呢 但是神奇的一方是什麼 欸 這樣子他可以運作 所以呢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 除了 除了借機 借機 抒發我的不滿以外 其實人家想一件事 這個東西呢 就表示他沒有一定的心法 Wave Free跟Love Free 對我來說呢 其實就像這個東西 就是他也有演算法沒錯 但是呢 他沒有一定的心法 必須要見招拆招 像我們的交通規則一樣 因為交通規則呢 就會有人違反規則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啊 就是說 你不能 站在一個上帝視角去看每個執行序 你要想就是有些執行序 他就會出道 出問題 注意到 有些執行序就是會 剛剛講的 會違反交通規則 他會犯錯 然後呢 他會擠壓到其他合法的人的空間 像我那個狀況對不對 後面 後面的汽車他沒有撞我 但是他衝到我 就按喇叭按到底 然後呢 那個公車以為說我會 以為我公車 公客以為 以為我會 有可能會跑掉 對不對 他以為我會跑掉靠邊 但是 但是我明天就可以騎過去啊 對不對 不是我路權我查過啦 對不對 好anyway就是說 在那個狀況下呢 為什麼在講這件事 就是其實 我們今天講的 並行的程式呢 這就是難的地方 因為你不能用上帝思想 去思考說 讓每個人都遵守交通規則 每個人都合法 你總是會遇到 非預期的問題 可是神奇的地方是 你解決非預期的問題的 並不是靠 一個上帝思想去指揮說 這個東西怎麼前進 很多時候是要 讓個別城市去見到拆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會需要 RCU這樣的一個框架 RCU這樣的並行城市 因為呢 有很多議題呢 並不是這麼一個 這麼直觀的 好 然後 那注意到一件事 你可能會覺得說 剛才講那個Lock Free 跟Wait Free 還記得嗎 Lock Free跟Wait Free 就是在講說 不管在什麼狀況下 執行序都會有進展 那比較強的就是Wait Free 就是說 它會確保說 不管怎麼運作 每一個執行序都有進展 那Lock Free會著重在 至少有一個執行序會有進展 但注意到 不代表說它會比較快 就是可能 還會顛倒的狀況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Lock Free跟Wait Free 不見得會快 就跟各位在交通 交通上來看的話 很有意思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 都是小聰明 或者是會自保的方案 對不對 就像那個 你騎U-bike 你也知道說 不能騎在人行道 對吧 這是一個 你知道的事情 你考過加州都知道 其實你不能騎人行道 對不對 但是呢 你看 但是因為你 你如果騎在那個慢車道 就會被一堆 被一堆機車 一堆汽車問候 好 然後你去騎人行道的話 因為你也知道 就是很多行人不會矩陣的 你沒有好奇說 那件事我怎麼辦 好,我就到到底 然後但是就是 那個官司就打很久 你懂嗎 就是那個要很花時間 然後就是 對 好,就 搞了後來就知道 和解之類的 好,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說這件事呢 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啟發 其實這件事呢 他其實就換一個 就是他去說明什麼 並行程式的困難地方 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騎士 所有的執行序 當作會守法 然後呢 那你看喔 我們今天是把這個 原本可以用上帝視角 或是用一個國家規範 去規範說個定的法規 對吧 讓每一個人都遵守 但是就是因為有人不遵守 所以個體呢 需要很大的力氣感嘛 就判斷說我要怎麼去 適度的違反法令 對吧 適度違反法令 然後確保我自身的安全 那其實lock free 跟wave free 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呢 他會考慮到更多的一些 risk condition 考慮到我們之後 會講的東西 ABA問題 所以同樣要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lock free 跟wave free的程式碼 會比用lock的程式 來的複雜更多 然後他的執行路徑 會增長很多 我們晚點看那個程式碼 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會看到說 一個很簡單的操作 叫lock free 像那個league list league list 你說不就是前一個接到下一個 下一個再接到下一個 那對不起 在lock free來講的話 這件事變得超級麻煩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如果呢 你原本已經使用這個lock 那你使用mutex的話 他會有一個叫 這個叫backoff 這個backoff就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在mutexlock 因為畢竟發展那麼多年 其實他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機制 他長期會有lock contention 然後 他會避免 他會有一個一些演算法 這個東西在lindscanel會遇到 就是 避免呢 讓mutexlock長期去acquire 注意到 我們講的詞有 是有不同的定義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詞有是講acquire 不是講get 所以就是acquirelock 而不是getlock 那這邊講的acquirelock呢 其實在實作來講的話呢 會遇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呢 有可能呢 從作業系統的角度來講 他會提供一個實作 讓這個 嘗試acquirelock的人 進入slip 然後這樣什麼好處呢 就是 趕快讓某一個東西趕快做完 所以這件事呢 反而呢 他可以提升throughput 但是 他提升一個範圍內的throughput 但是他不見得可以提升 提升整體的throughput 因為我們整體來講的話 是講那個scapacity 在多核的情況下 然後呢 Mutexlock之所以 會導致效能下降 有一個很大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 因為他的這個criculation過長 而且頻繁 然後再來是在多核 多核的情況下呢 Mutexlock 雖然可以做 像前面講的backup 但是它是一個區域性的 就他能夠做最佳話呢 是什麼 是做 他做一些調整呢 往往是針對一個範圍內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是在多個核 那這個呢 就需要重新去思考 然後注意到Linux核心呢 是針對什麼去調整的 Linux核心是針對多核去調整 好 然後當然呢 那斯座Linux核心也用到 它們的instruction 這個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講 一些案例 好 那這邊呢 就是會跟大家介紹一個 叫做Room Buffer 好 然後這個Room Buffer呢 好 我們在講這個範例之前 我們稍早已經有跟大家講過 好 在第七週的進度 有跟大家提過 好 那你只要看到說有這個 針對cashline去align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就是避免說 避免那個forcedure 對吧 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這個結構呢 通常呢 一個結構裡面呢 它不太會包含太多的資料 當然有些結構很複雜 像Linux核那個test truck 那是特例 但是很多結構呢 其實它一般來說 它佔用空間不大 然後 所以呢 有可能會擺在同一個cashline的大小 所以我們這邊要避免那個 forcedure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把結構體呢 把它對齊到一整個cashline 然後呢 在cash的操作裡是以cashline為單位 對吧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producer跟consumer都 他們對應的結構都放在不同的cashline 這是一個 然後呢 再來是說呢 在這個Linbuffin Linbuffin呢 怕同學忘記 我們看 Linbuffin呢 其實它本質上呢 它可以很單純 它的 它的實作 它實作原則上就是 就是 就是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環狀的東西 對吧 那像這樣 就是我們從頭到尾就是控制什麼呢 控制 讀取端跟寫入端的位置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 藍色的話是讀取端的那個 位置 然後紅色呢 是寫入端的位置 好 最大這個point不能翻的 不能翻的指標啊 它只是講它的位置 好 然後你看喔 這個是Linbuffin 到目前為止呢 乍看 不難對吧 而且真的你去實作一個Linbuffin 它真的也可以很簡單 但是真的難地方在哪裡 因為我們 我們在更新head跟tail的時候 我們不能依賴 我們更新head、tail 或者更新re-right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不能依賴 依賴Lock 你看我們這邊特別講的就是lock this 所以我們不能依賴Lock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很關鍵問題 就是因為我要做dequeue跟inqueue的時候 我們都會變更到head跟tail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話 我們在這個實作來講話呢 我們會先建一個副本 所以你看到 在這邊是什麼 這是consumer的head 所以我會把consumer的head存下來 然後我會把producer的tail 把它存下來 注意到這是一個副本 這是一個區域變數 然後接下來操作呢 一定涉及到什麼呢 一定涉及到 automic instruction 然後呢 這邊顯然它是一個巨集 對吧 你看到這個 這邊對吧 為什麼你說會知道這個巨集 這是kernel的那個命名慣例 就是當我們在寫那個function-like macro的時候 就是類似韓式的那個巨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用大寫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好的coding convention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不要混用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就是說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關鍵的操作就是這個 Decupiter 就是要 那這個地方呢 一定會跟什麼 一定會跟 噢 它們的操作有關 然後 那 所以你看到 我一開始呢 是有個副本 然後有副本之後呢 現在關鍵地方在哪裡 關鍵地方是說呢 因為我不能依賴Lock 然後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要怎麼去更新它的那個 那個 生產者跟消費者 它所在位置 好 這邊有個Decupiter 那就是關鍵 好 那這我們等一下會來 我想 等一下想起講Limbab的時候 會讓它知道那個什麼 知道說這個 十足的極致 然後這個是Single Single Producer Single Consumer的狀況 然後如果把它擴充變成那個 Single Producer Multiple Consumer 然後呢 那會 接下來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呢 因為我有多個Consumer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不能只是靠著 Head跟Tail 的方式去做了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要有一個 額外的一個機制呢 去保存它當下狀態 因為我Consumer有多個 你看我生產成一個 然後我的 我的Consumer會有多個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又不能依賴Luck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 需要一個額外的機制 注意到這邊有個Atomic 對吧 有一個Atomic Current Enqueue Atomic Current Dequeue 注意到這個部分 好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 這兩者的落差 好 這邊呢 是Single Producers Multiple Consumers 的那個DQ的程式嘛 好 這也是 剛才故意不給大家看的 好 也不是故意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先忽略它的那個 內部的實作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終於來看這個實作的時候 注意看這個東西 好 關鍵 首先呢 我現在需要什麼呢 去指定它的Memory Order 好 然後我們在之前講過 C11的Atomic 裡面有六種 六種 六種Model 從最鬆散的那個 從最鬆散的RELAX 好 然後對到最嚴格的這個什麼 Sequentially Consistent 好 那這個 我們中間會選用像這個 Consume 或是 或是那個Acquired Lease Model 那這取決於你的表現 在我們來講話呢 我們希望做一個 效率 夠好的實作 好 那我們這邊選用一個叫Consume 好 那你可以對照上面講的那個表格 好 我們看看 對照看著上面的表 講的表格 上面有一個表格呢 就講說什麼 不同的Order 對吧 好 這六種Order 好 那你看到Consume呢 是很接近RELAX 然後接上就嚴格了 好 然後顯然我們不希望依賴這個Sequentially Consistent 好 這個是怎樣 這個會變Strong Order 那整體的就是編譯器也好啦 或是那個 微處理器也好呢 它的這個整體的那個什麼 整體效率會有大幅的縮減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是用一個Consume的 好 就是比RELAX的再嚴格一點 好 然後 之所以用這個機制呢 注意啦 這個東西啊 就是呢 因為我現在不能用Luck 好 這個 你可以想看 如果要用Luck的話 寫法有多簡單呢 寫Luck的話 寫法很簡單 你就是去跟 變更什麼 變更 讀取端跟寫入端的資料就好 你用Luck去更新讀取端 你用Luck去更新寫入端的位置 這就是很簡單 簡單到不需要來 來對 來列出程式碼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這個程式碼寫這麼奇怪 好 因為呢 我們不能依賴Luck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有個機制呢 去什麼 去比對呢 我們現在在沒有Luck的狀況下 現在的那個Index 到底跟我們 跟我們預期的變更有沒有不同 你看喔 DQ來講話 來講看喔 DQ在做什麼事情 DQ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 你看喔 原本的紅色 這個是寫入端的 寫入端的位置 對吧 那DQ呢 就是要 我要去變更 就是兩種寫入端的位置 你到三了 那我要去 減少它的 減少它的位置 就減少它的總量 好 那你看喔 再回來看這個東西喔 因為呢 我們不能依賴Luck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困難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們不能依賴Luck 但是我希望去變更 那這邊呢 我們就用到一個什麼 用到一個Otomic指令 你看喔 我一開始先去讀取一個 原本的值 就是說原本一個值 然後 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希望做變更 所以我們就要做 呃 資料變更 然後你看喔 這一段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壞回圈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CS 所以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CS 然後 我們考慮一下效率的話 我們用那個 Week Order 當然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Strong Order也可以 好 比方說你改這個CSD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邊來講話是用 實際上是用Week 所以就是說 對我們來講話呢 我是想要去變更 我們所處的這個什麼 所處的 呃 所處的這個Index 好 然後你看喔 然後這件事呢 我必須什麼 我必須 持續去 呃 去做這件事 然後去比對說 我想做的 跟實際上在機體呢 有沒有做變更 我必須一直持續嘗試 嘗試到這件事完成為止 否則呢 你就是只能保有舊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這個DQ來講話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想見一件事喔 它的耗費時間呢 可能是很驚人的 然後 因為Lock來講話呢 這取決於那個MutexLock的 的實作效率 當然MutexLock的實作效率 還是一個很關鍵問題 通常你以前在作業系統來講話 你只用到 知道說有Semiphone 有Semiphone跟Mutex 然後有學像Peters 阿國瑜這樣的一個機制 但是你不知道它會 它會花多少時間 然後呢 這邊呢Lock3來講話 有可能 以一個範圍內來講 它有可能花的時間會更長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呢 如果以整體的那個 多個CPU來講話呢 因為這樣的實作呢 可以去 不管怎樣 它一定會有進展 以這邊來講話呢 雖然你在某一核 它可能就真的沒有進展 但是在其他核呢 它可以的 一旦它去 能夠變更到那個 那個Index的話 它就可以持續往前 往前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Lock3層設計來講話呢 關鍵的問題就是在說呢 其實呢 你必須要去確保說呢 你今天的讀取的節點 跟你要操作的節點 是不是同一個 然後因為我不能依賴Lock 因為過去你在那個 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就像那個 Mutex 你過去著重力 力道在哪裡 在quickle section裡面 但是呢 在 在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很麻煩你講什麼呢 就是 你 只 你只能說什麼 我知道我要變更Index 但是這個變更Index來講話呢 你看喔 變更Index的時候呢 我必須仰賴這個 Atomic 的CS 然後 因為 會多個增需要去改寫嘛 所以你看喔 這件事呢 整件事 很困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不能消費者 對不對 你看 我是什麼狀況呢 Single producer Single producer Multiple consumer 然後我要知道說呢 每一個consumer 它不能得到同樣的Index 所以這個東西呢 你看喔 我們不用 Multiple stock的時候 整件事變得非常的麻煩 好 那請你先了解這個議題 這個我們 等一下我們再講那個 案例探討的時候 講Rim Buffett的案例探討的時候 我們會更細的去 去理解這個議題 然後 所以我也希望你從這一週呢 理解到呢 其實 整件事難度去大幅提升 前面幾週呢 你可能就用GDB啦 或是笨一點呢 把某些紙印出來 講那些什麼 講那些什麼 講那些 Bwise的運算 對不對 還有一些某些引順法 或者看到Kernel的實作很奇怪 但是注意到本週的東西呢 你就不能只是傻傻把印出來 因為你多加一個printf 跟拿掉一個printf 有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聽起來很神奇對不對 但是這件事會發生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呢 你在這一週呢 你需要給認知 就是 這是一個檢驗 檢驗你過去呢 在做一種概念 那或者說呢 在前面幾週呢 只要哪一個環節沒有理解的話呢 在這週你就會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 好 好 休息一下 我們 那個 8.54 休息到 兩棟 兩棟 五棟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延續了第七週提到這個atomic操作 其實這件事在更早就有提過了 那不過我們就第七週呢 來詳細探討atomic操作 所以注意到 atomic操作絕對不是說那個什麼test and save 這麼單純 我們是要拿這些atomic操作真正拿來實作程式嘛 而且呢是跳脫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講一些案例 案例來探討 好 嗯 呃 我們在講那個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軸呢 是講那個lock free 程式設計 不過在這之前其實你需要 呃 需要了解到一件事就是那個 呃 那個 positthread 好 然後positthread的話呢 這個在第七週 第七週我們有提到CSAPP 對吧 這個 所以這邊請你搭配CSAPP學習 然後這個CSAPP呢 是我們本學習呢 唯一指定的 的教科書 請你一定要把 準備到這本 好 因為就是就是你相關的背景 這是要從這本書來取得 好 然後這本書的話 你應該可以了解到concurrency的一些高階認知 好 一些到synchronization 好 但是注意到這邊講的synchronization呢 是講那個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然後我們呃 在第八週呢 講的內容 好 第七週第八週講的內容是 針對這個CSAPP第十二章去補充的 好 好 額外去探討 而且貼近 令人核心需求 的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那此外呢 這個在CSAPP第十二章 好 也跟大家介紹這個這個 這個 好 然後這個就是 如果你沒有上過作業系統 或是說你覺得你的作業系統的認知呢 是很有限的 好 你要怎麼知道你作業系統認知也有限呢 你想想看你 你在做一種課程到底做過什麼東西 好 你問看自己做什麼 好 如果只是寫一個什麼幾個那個 沒有強度可言 你自己不會想要繼續用的程式 那那個就不算有強度了 好 你寫出來程式要給 身邊一堆人 好 包含你自己在內 要能夠每天用 持續用 好 如果做不到這件事呢 這基本上就是有問題了 好 回來 那這邊在講話呢 就是講這個Pile Frame 那你就要了解幾個議題 我們在第七週 第七週的這個測驗題 有提到這個CodeRoutine 那如果說呢 你用圖片去展現這幾個的差異的話 那你可以了解到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 不借重作業系統的協助 讓這個Function Code 從原本 紅色、藍色、綠色 然後變成什麼 紅色、藍色、綠色一直切換 紅色、綠色一直切換 創造出一個什麼呢 創造出一個假象 好像呢 有很多層次在執行的假象的話 你看原本是吧 原本是A、B、C A執行到一半的時候到B 那B、E執行完再回到A 然後接著呢 A再互交C 然後你當然變成 這樣子一個錯綜複雜的順序 但是其實還是不難懂 因為這件事呢 是不需要作業系統的協助 你就會做到事情 那你可以用那個 SageJong Long Jump 這個在第七週的測驗題 還有更早之前我沒有提過 那如果說呢 我們講這個是 執行序跟行程的話呢 那你就需要額外的 額外的機制了 那這額外的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 你需要做一種的排程器的介入 而且這排程器的介入呢 它可能會是在 可能會區分在User Level 還是在Kerno Level 那User Level去介入的話 我們就稱為 User Level Thread 那同理呢 如果是在Kerno Level去介入的話呢 就是叫Kerno Level Thread 一個叫ULT User Level Thread 另外一個東西叫KLT Kerno Level Thread 然後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某些作業系統呢 會把ULT跟KLT混合 那在Linux核心呢 是什麼風格呢 Linux核心呢 是說呢 User Level一個Thread 就會對應到Kerno Level一個Thread 這東西叫NPTL 這我們在之後也會來講 不過你先有一個概念 叫NPTL NPTL呢 是這個在2003年以後呢 確立一個實作 但注意到 雖然2003年確立一個實作呢 其實沒有全面的 就是Linux核心的技術呢 它其實不會那麼快的擴散 其實畢竟這個跟需求有關的 然後呢 你可以想像說呢 大概從2004年以後呢 Linux中有Native Thread 什麼叫Native Thread 就是剛剛講的ULT跟KLT 它是什麼 它是直接對應的 也就是你在KernoSpace建立一個Thread 就叫User Level Thread 但是它就是能夠在系統的 對應到一個Kerno Level Thread 那注意到這件事呢 Linux kernel花了很長時間 超過十年的時間 在運作 換個角度想呢 Linux核心開發的前十年 其實根本沒有針對Thread去做調整 去做改進 這也導致Linux早期呢 被批評說這個效能不髒啦 或是說缺乏現代做一些 我們的機制 但是從2003、2004年以後呢 就很不同了 就提到這個NPT 那麼在下週呢 也會來講這個NPT 那請了解到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實作執行訊 你可以從User去切入 User Level去切入 但是呢 如果是需要一個 開發一個高效的這個實作的話呢 你需要從User跟Kernel Level都要去實作 然後呢 在行程來講的話 是傳統Uni是一個最小的單元 我們在這個第七週的時候 也跟大家探討過了 這個你可以看快點 然後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我們在概念上會區分Process跟Thread 然後呢 最主要的區別就是說 是否有共享Adress Space 一般來說呢 Thread就是它的Adress Space 是沒有共享的 是共享的Adress Space 那如果Process是共享的Adress Space 但是注意到 每一個Thread還是要額外維護一些資訊 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包含說StakePointer 包含說各自執行的時候Register 然後它的這個 針對排程 因為它要設定說它的Policy 比方說它是First In First Out 或是說它是Rone Robin 這個我們在給各位的書籍上講這個 給各位的書本 就是那個 講那個CPU 講CPU排程器的書本 其實就有提到這個議題 那不知道在講什麼的同學呢 我們快速來看 是對應到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就跟你講說排程器的目標 第二章一開始跟你講排程器的目標 對吧 然後呢 但是後面就會講一些外的議題 這個什麼 scheduling class 跟scheduling policy 剛才講First In First Out就再見 First In First Out 或是Rone Robin 然後呢 注意到 First In First Out跟Rone Robin 都分類上都要叫什麼呢 叫做realtime scheduling 所以他們在Linus核心的分類叫什麼 RT RT就意味著是realtime 好 然後 這個資訊顯然是要被記錄下來的 那此外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可能會有什麼 可能會有這個signal 那這個東西你在第六週第七週 其實又看到一次對不對 就講那個 講那個執行的時候會有對應的signal 所以比方說像是signal alarm 或是說原本註冊某些signal 當然有些signal 乍看資料它不是那麼關鍵的 比如說你把一個視窗啊 你看 像這樣一個 像一個終端機 你把它縮小跟放大 其實它也是會對應到一個signal 然後注意到signal真的很多種 就是你可以去看那個signal 就是在man page裡面就會列出這些signal 然後不同的作業系統 它會有不同的數量 像我剛才講那個 改變終端機視窗的大小 其實就是一個signal 不要小看這件事 你的程式其實需要去捕捉這個 這個signal 否則你做不出什麼 縮小 放大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縮小放大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排版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 你看喔 你注意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 ecept 你看它擺的位置 然後 如果把它調整 把它調整的話 你看 它擺的位置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它是比較靠這邊的 然後原本是 ecept這個單字 對不對 是比較靠左邊 對不對 但是縮小 視窗的時候 因為它就是重新 需要畫面重新繪製 而且重新排版 所以知道 這東西設計到重新排版 然後這樣的signal 當然也要在 執行序去描述 那這邊就是說 哪些是什麼 哪些是還沒處理的 或是它屏蔽的signal 這樣的一個特性也要記錄下來 然後再來一個東西叫TLS TLS的話 在我們第9週 會跟大家講 這個叫TLS 注意到TLS 縮寫叫TLS的東西很多 就是你可能會第一次聽到TLS 是在HTPS聽到的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這個 自衛local storage 你先把這關鍵抄下來 我們第9週來跟大家講TLS 我們第9週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去實作一個Thread Package 然後PADIS的縮寫叫做P-Thread 然後它是針對不同的作業系統提出的規範 這個也是在I2OE PADIS的規範 其中你可以看到1995年就有相關規範 當時的Linus完全不具備Thread 所以知道Linus什麼時候才有 Linus是到1996年才有個像樣的 效率很差的那個Threads做 所以這個東西 注意到P-Thread這個規範 並不是針對Linus 而是針對UNIS 尤其是像我們之前上課有講的AIX HPUX這些商用的作業系統 商用的UNIS作業系統 然後Linus反而是在這些商用的作業系統 陸續視為的時候才怎樣 才把規範陸續的實作在Linus核心 還有它相關的韓式庫裡面 像GWC 好 換言之 Linus資源P-Thread 這是很慢的事情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你在網上看到一些材料 有時候你會看到說 你在Google搜尋的時候可以看到一些材料 有些程式網 它沒辦法在目前Linus執行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它是針對那些商用的UNIS 商用的UNIS跟Linus的界面還是不一樣 雖然它的規範都是號稱資源P-Thread 但是內部規範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不要濫用Google搜尋 因為Google搜尋 Google沒有義務要教你懂 Google是一家公司 它最重要義務是要賺錢 它沒有義務要教你 只是剛好說有些東西它給你的某些資訊 剛好對你會有幫助 然後你要知道要排除困難的 要了解議題是不是過時了 或是理解一個東西是不是正確與否 其實你需要被你知識更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準備這個教材 讓你了解到說 當然不是說我們教材就對了 但是總比你瞎摸 瞎猜好 我們給你一個相對比較接近低手材料的 相對比較讓你知道說 讓你了解說這些前後果的議題 好,這邊就是一個示範程式 你看這邊printmg 它是一般的韓式 那這個韓式在P3Creator都被傳入 我們稱為這個地方叫做Threat Function 也就是說我今天建立一個執行序的時候 它會去從這邊當作進入點 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們Threat Function看起來只寫一次 但是它被呼叫多少次呢 直接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執行序怎麼建立 而且執行序執行的時候 它除了建立以外 它還會有一個路径 是會去jong 一開始就像繽紛墮路 繽紛墮路去執行 然後接著會去solo 部隊會solo 然後這個東西的流程是很關鍵的 因為P3Creator在create是沒有保證 我建立10個執行序 這個10個執行序到底是依據我的編號去執行 還是它實際上的順序可能會錯亂 這是怎樣 這是P3沒有保證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額外的機制去chill 所以它會造成某一種你期望的順序來執行 那為了要做這件事呢 你就需要什麼 你就需要同步機制 像這個semophone mutex 或是一些額外像一些 P3還有一個額外的界面叫做barrier P3 Barrier P3 Barrier就是 就像我們之前在第七時候講過東西 它就像個炸籃一樣 一個巴里一個圍欄一樣 反正就是說 執行序建立的時候 或者它執行的狀況可能不一致 但是我就設定一個東西 就是 你就執行到這邊 你就停下來 就說你可能兵分多路去執行 然後我不管你的狀況 反正我就設定一個說 我就是一個什麼 集合點 但是呢 又沒有讓部隊收容 你只是什麼 你只是說 我先到這邊先集合 但是我們任務還是要繼續做 那我們部隊收容是什麼 當然就是從多個部隊變成什麼 又合為一 好 那這個 所以你看喔 這這邊在講話呢 這邊呢 我們就以那個運算模式來講 我們把這個叫Folk 這個叫Join 結果 我們這邊講FolkJoin 不是講那個 氣筒呼叫 而是講那個概念 就是那個 還記得吧 1960代 那個肯威博士呢 他就提出什麼 提出一個 針對多層式的執行 他就提出那個FolkJoin的模式 那這邊就是一個FolkJoin的經典的示範 然後當然就是接著就是這個Synchronization 那這個東西的話 請你對照CSPP的第12章去探討 那這邊就講了這個Mute Slack Condition Wearable 還有這個Semophone 那Condition Wearable是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 這邊稍微講一下 這邊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MutexLock 它的本意呢 是讓這個 要一個額外的機制去ownership的概念 你要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歷史的發展來講的話 其實先有Semophone 才有Mutex Semophone在1960代就提出來 然後呢 然後 而且你知道 這1960年提出來是誰呢 又是Dicester 反正就是 反正你會常常遇到他 你在不同領域 在資料結構遇到他 作為系統又遇到他 然後這個Dicester呢 還有那個年代的 荷蘭籍的工程師 荷蘭籍的這個科學家跟工程師 他們就提出這個Semophone 然後它是一個數學概念去描述 就是說這個共享資源的議題 然後但是Semophone呢 在某些情況下還不夠用 所以後來呢 在大概70代80代 就主要出現就是80代 那注意到Semophone是有數學模型的 但是MutexLog在提出的時候呢 它更像是一個工程的需求 Mutex的一個訴求就是 它是有ownership的概念 也就是說 誰去持有 就要誰去解鎖 就是有一句諺語叫做 這個解靈還需細靈能 就是講這句話 就是說呢 這個MutexLog就是 誰去持有誰去解 這個東西叫概念 但是實作來自 就是像Linus的實作 不見得要依循這個部分 就是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看到說 我們今天講concept 我們講就是一個spec 還有我講的design 還有我講implementation 很多時候呢 可能指事物的不同面向 像MutexLog 的確在設計的時候 就考慮到ownership 但是呢 有沒有實作可以不鳥ownership呢 可以 你說誰不鳥呢 Linus kernel 就是Linus的那些實作呢 它可以 不要去理會ownership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尊重ownership 它可以嚴格依循ownership 也可以呢 鬆散的 在某些條件下呢 呃 比方說 那個太久 持有Log太久的話呢 可以由別人來解鎖 所以注意到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 身份譜說呢 它有明確數學定義 所以通常你在作業系統的書本上 你會看到身份譜 會講一些數學式來寫 但是MutexLog的時候 通常不講數學式 因為它更像是一個工程的產物 所以留意到這個議題 然後呢 MutexLog在實務上來講 因為呢 我總是需要一個 就是要考慮到ownership的概念 就考慮到ownership這樣一個條件 然後呢 這時候有個問題 就是呢 我今天呢 MutexLog 它就是確保MutexLog MutexLog 一個有效的機制 對吧 然後我們剛才提過的 很多作業系統 它會真的去調整 然後接著你一個下一個問題是說呢 假設呢 我一個任務 它叫A 去持有了這個Log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執行序 A 持有這個Log 然後呢 接著另外一個任務 我們姑且叫做執行序B好了 然後呢 它這時候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A去持有這個Log B想去持有Log 那B想去持有Log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涉及到什麼 呃 就是 可能就會 持續的 那個 就持續的失敗 對不對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呢 你看喔 你想見識喔 假設這麼長的時間內 都是由A去持有的 對不對 這麼長的時間內去持有 然後B呢 要做什麼事呢 B呢就是要去 欸我去問說 可以持有了沒 不行 可以持有了嗎 不行 所以你看喔 B為了要去持有這個Log 他可能會運用到另外一個執行序 在做什麼事 欸一直去問 現在的持有者是誰 那這個就是浪費資源 所以有一個機制是什麼 就是當 當A這個執行序呢 去持有這個Log的時候呢 他會發通知說 喔 跟大家講 跟大家講個好消息 這個我去持有Log了 然後呢 然後等這個執行序A呢 終於要釋放的時候呢 然後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好消息 好 我要去釋放Log 所以他會發通知 注意到喔 他會發一個通知 然後這個通知呢 跟Signal是不同的 因為Signal呢 它是以作業系統的 系統呼叫形式存在 所以像我們剛剛講Signalign啊 對不對 還記得這個列表啊 這幾個呢 是以作業系統的角度去存在的 它是用作業系統的 系統呼叫的形式存在 那自己怎麼執行呢 也是作業系統全程複製的 當然是呢 我們之前講的這個 Condition Variable呢 就是說呢 它也有這種發廣播的概念 但是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作業系統可以不去理會 例如說呢 我們可以完全在User Space 去使做Condition Variable 就是說 我今天去持有Lak的時候 就趕快發通知說 我就持有了 對不對 就是跟大家講說 各位 某某笑話不要去追了 他已經名化有主了 他的這個護花使者 就是 就是什麼 小弟我對不對 發一個通知 然後後來就是說 這個 你知道那個笑話失戀的時候呢 全校人都會知道 對不對 因為這個 它是個大新聞 一樣這也會發一個通知 那這個通知不見得 需要作業系統的介入 但是可以運用同樣概念 就是通知所有有效的這個執行訊 對 這個共享支援有興趣的執行訊 好 然後呢 Condition Variable呢 它的用法 就是 它的API的名詞 就會叫做Cond 就叫Cond 所以看到 它的一個關鍵想法 就是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事件通知 好 那去看看等一下它會發廣播 好 說是 某某有笑話 好 它現在死會了 某某笑話它現在怎麼樣 喔 對不對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共襄盛舉 叫什麼 歡迎大家來來護花 然後 然後這個叫Bowcast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就是 執行區跟執行區之間 什麼 一種通訊機制 好 然後所以呢 它就是來補強Mutex 好 那注意到呢 Condition Variable的存在呢 一定要搭配一個Mutex 為什麼 就剛才提過了 它的存在就是來監控 就是來做到什麼 對共享資源 的 細微的管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不需要 建立一個額外執行區 去追蹤 去監控 某個共享資源的持有 的什麼 的持有者 那我們就用這個Condition Variable 所以它在建立那個 建立 建立Condition Variable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搭配 必須要搭配Mutex而存在 好 那這底下有一個 有一個示意圖 請大家搭配看 那如果說你沒辦法理解的話呢 請你花你時間去看那個 CSP CSP的第十二章 那抱歉 我們現在沒辦法在這個科長探討 如果真的要探討 又要加很長的時間 但主要不代表這不重要的嘛 這還是很重要 因為 因為 你需要有這種 認知你才會繼續往前走 好 然後 好 那所以你看看說這個 Condition Variable 它的關鍵就是說 它的操作呢 必定跟Mutex Dark 是搭配使用的 好 而且呢 它會設計到什麼 去喚醒 好 喚醒呢 對共享資源 的感興趣的 的持續 好 好 然後 好 那接著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張示意圖裡面 就講到什麼 就是講那個單核跟多核的並行 單核的並行呢 其實就是 看很單純 對不對 它就是切若干的Tance-Size 好 那切割成若干的Tance-Size 所以它事實上 它沒有真正的Paris 所以在單核上面 它沒有真正的Paris 因為它就是 它就切成多個 多個 時間片段 來創造出一個假象 但是在多核的狀況下呢 它可以有 注意到 是Can 是Can Have 就是 就講什麼 就是 它不見得一定要每次都這樣 但是就是 它可以做 所以在多核的狀況下 為什麼它很難 因為它的Paris 可以是真正的 真正的這個平行 那這件事呢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然後 注意到過去大家 在學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通常只學左邊 沒有學右邊 甚至連左邊都沒學 直接 叫你背結論 叫你背 發生Daylux的四大衝擊條件 你也不能怪這些老師 因為我剛才講過了 在台灣的考試 沒有標準答案就不能出題 出了我被學人罵 所以 請你原諒我們大學教授 不是不願意教你的嗎 唉 你懂吧 總之就是 這邊有相關的材料 請你對照看 然後 這邊是CRECORSATION的部分 好 那接著在CSAPP呢 第12章呢 設計個這個有趣的圖 大概是只有這本書 用這種方式來展現好了 就是他畫一個路徑圖 那這個 這個好處呢 這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很清楚的四句話呈現 那缺點就是說 在真實情況下 不會只有兩個執行序 所以這是一個示意圖 然後這個在講解 很簡單的案例的時候很好用 但是在 複雜的狀況 什麼叫複雜 就是你每天遇到的東西 就叫複雜 是不適用的 所以 但是這張圖還是很棒 我們還是來 嘗試來解釋 橫軸呢 是第一個執行序的這個 編號1的執行序 它的執行路徑 它不見得是第一個 反正就是編號1 然後重軸呢 是編號2 然後呢 就是 依據他們XY軸的那個 進展方向就是 就是時間 對不對 前面會比較晚 後面會 前面比較早 後面比較晚 那同一 這邊是比較早的 這邊是比較晚的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呢 如果你執行的時候呢 可以避開某些 會發生 發生什麼 發生 錯誤的片段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是這樣執行的話 這個是安全的 就說我這樣進展 那執行去1的時候 再進展的時候 執行去2不進展 那同理 執行去2的時候呢 執行去1不進展 那這樣的話呢 怎樣 就安全了 或是呢 你離開這個區域 那你看 這個東西繼續走 這裡安全了 那你看喔 反過來說呢 這一條路徑呢 就會怎樣 就會是認定為不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概念 大家一定聽過的概念 叫做critical section 但是呢 雖然你聽過這個概念 不代表說你可以很清楚的寫出程式 很多人 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就是一直亂加lock 其實呢 如果你確保中你執行 就一定是這個路徑 lock是完全不需要存在的 那反之呢 你就要任何來思考做什麼 任何思考說 執行的正確與否 好 你看喔 我們假設有一個 權力變數叫CNT 那CNT的權 它是什麼的縮寫呢 是count的縮寫 好 那你看喔 我今天建立一個資訊呢 的 資訊函式呢 叫thread 我在建立thread的時候呢 去指派這個thread function 叫做thread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把一個變數叫 就是NTR 就是那個什麼 Number of iterators 就是這樣的那個變數 當作參數呢 傳遞給什麼 傳遞這個資訊 所以這個thread呢 是這兩個 就是 這提起來很老實 就是這個函式 是這個編號1跟編號2的 執行序的 的 進入點 就是他們的那個 執行序的進入點 然後呢 這個執行序呢 1跟2呢 它沒有明確的執行順序 有可能1會先執行 有可能2會先執行 這件事取決於 作業系統本身的 排程機制 主要這件事呢 跟作業系統排程有關 這個我們在那個 之後 之後我們來講 應該預計在第 第9週吧 我們來講這個 第9週我們要講什麼 講這個 排程器怎麼去指派這個 指派這個thread怎麼排程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有很大的學問 然後 那你看喔 這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count 在執行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 明確的保護 對吧 你看喔 我們就只有建立執行序 然後呢 它沒有額外的保護 然後這邊來講話呢 有可能知道 知道不同的結果 那我們本來一開始預期說呢 這是什麼 就是層次去執行嘛 對吧 然後呢 你說有 有有有有 1萬個count 然後兩邊都去 都去加 所以原本呢 預期說它應該會 執行是 支兩萬 但是 但是你可能會執行到不同的值 這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 你怎麼去更新那count的值 如果你總是很有默契的 可以這樣避開 那這樣就安全了 但是實際上 有可能會不同的 好 好 然後 這個就是在 CSAPP 它把這個東西叫 安全軌跡線 那注意到你在其他的作業系統 或是在其他的教材論文呢 通常不會看到這種圖 因為它這個 這種圖的問題就在於它的 很局限 好 然後呢 呃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呢 儘管聖門鋒跟MUTEX 或者SPINLOCK 它都可以做到MUTUAL EXCLUSION 但是呢 它的這個 範疇是不同的 好 那尤其我們來講這個SPINLOCK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可以用 Automic Instruction來實作SPINLOCK 又可以用SPINLOCK來實作MUTEX 或是用SPINLOCK來實作SEMAPHONE 然後呢 SEMAPHONE實作依賴了SPINLOCK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講說HTTP跟TCPIP HTTP是建構在TCPIP之上 但是這個 各個層次是不同的 然後注意到你在Ninx Kernel裡面呢 這兩者都會遇得到 只是說呢 有時候你會遇到層次比較低的 例如說你在底外摘尾會看到SPINLOCK 或者在一個比較短的範圍會看到SPINLOCK 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今天是兩個 兩個資金序 或者兩個夠複雜的程式碼 你會依賴是SEMFO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有一個 一個示範 就是講很多這個議題啦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你可以搭配我們這個錄影 主要我們這個講座有錄影 雖然這個錄影有一點 就是已經部分內容過時了 但是還是可以看 就是我們就講這幾個示範 講這些案例探討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 SEMIFORMUTEX 我們講這個SEMIFORMUTEX之前 我們要提到一個關鍵的 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就是原本呢 優先權高的任務呢 應該要能夠總是可以搶佔 第一優先權任務 但是呢 在某些狀況下呢 這件事不會發生 那這件事呢 不是你有可能會犯錯而已 其實呢 這件事在火星的這個 火星的任務上呢 其實也 也遇過這種錯誤 就是這個提到我們這個之前的教材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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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幫大家複習作業系統概念 你懂的嗎 就有很多人 他只記得作業系統拿多少分 他不記得作業系統到底學什麼鳥 所以我們就知道 重新教 也因為這個 這些事是知道太多了 所以我後來才有什麼 重新教的東西 不是只有作業系統的那個 概念而已 重新教的東西 連西元都要重新教 好 那你可以從26月開始看 火星探測號呢 就遇到很經典的問題 叫Priority Inversion 就是說 原本優先權來講話 我們用優先權來排成 那高優先權任務總是 該搶佔第一優先權任務 但是 這件事呢 在某些狀況下就是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 你優先權最高 你就是會被第一優先權任務所搶 所影響 那這樣的話 優先權的存在不就是 形同虛設 那注意到這件事會發生 就跟你的路犬一樣 你這行人 有一個東西叫行人 行人專用道 行人專用道 上面竟然有一堆什麼 一堆機車 一堆U-bike What the fuck 但是 不想講出來 發自fony 歡迎來到台灣 很氣憤 而且你要去警察去報案 還很難報 警察還叫你自己摸一摸鼻子 說欸 你有沒有受傷 我就有 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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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一個繃帶就好了 真是如此嗎 對不對 你想這個東西 交通的問題是太嚴重了 對不對 好 停止抱怨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好 最後先講這個活性探索 好 這邊活性探索號呢 講的是這個 上個世紀末 那你知道上個世紀末呢 整個世界發生很大大的改變 因為這個 美國呢 美國跟蘇聯呢 當年在做太空競賽 有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就是這個 共產集團 或者說這個 所謂的東方陣營 東方陣營跟西方陣營之間的這個競爭 那你才會聽說第三世界國家 對不對 第三世界國家就說不是第一世界 也不是第二世界 也不是第三世界 不是第一世界也不是第二世界 就叫第三世界 那你們好奇說 那請問第三世界國家裡面 第二世界是誰 第二世界是不能講的 那個叫什麼 叫蘇聯 所以你通常不會聽到第二世界國家 對不對 因為第二世界已經不存在了 有繼承人啊 但是 就好的沒什麼繼承 都繼承壞的 好 然後呢這個 當年呢 這個 蘇聯呢 在這個 蘇聯在1990年代 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解體的嘛 就是蘇聯解體 那當然蘇聯解體呢 就有很多吉祥啊 就是蘇聯那個 前 加盟共和國 陸續解體 所以注意啊 蘇聯 不是 一天就解體了 其實它其實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過程啊 就是你 如果你正要看的話 可以看那個獨立國型的故事 維基百科有上面跟你講 然後總之就是說呢 美國跟蘇聯當年做太空競賽 就是因為存在這個第一世界跟第二世界 陣營之間的對抗 但是呢 這個蘇聯一解體之後呢 這個 注意啊 蘇聯解體是一個過程啊 就是蘇聯解體之後的這個 NASA呢 它其實就是這樣 就經費來源就有限制了 對不對 因為NASA之所以有錢 就是要對抗 對抗那個太空競賽 而且你知道 那個蘇聯呢 它在太空的這個試驗呢 其實起步很早 對不對 Sputnik 這個人類史上第一個人造衛星 對 Sputnik 然後呢 再來是人類史上第一個 在地球軌道漫步的 這是在那個什麼 那個 傑傑林 就是傑傑林的那個 他完成這個很重要的任務來 而且長達108個小時 這個很偉大的一個成就 然後 那後續 就是你看到說 蘇聯在這方面呢 就成立有一段時間是在領先的地位 所以導致了NASA有很大的壓力 那一旦蘇聯解禁之後呢 NASA就沒有這個壓力了 所以後來那個時候呢 就想到另外一個途徑 這個途徑是什麼 就是能不能用一個低價的方案去進行 所以主要老美會cost down 只是說台灣人cost down 是喜歡在人身上cost 就是直接去砍人 但是老美的cost down是更全面的 就是最好是不要自己去砍人 別人來砍人 要找別人來砍 不要砍那個承包商 砍那個什麼 砍那個 那個什麼 代工的人 好 那你要知道150個million 這邊當然 這邊單位當然是美元 那你就說150 million還是很多 沒有沒有 你要注意看 這個150 million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李安拍電影的錢 好萊塢的電影 預算大概就這個錢 就是這個數字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其實還好 因為很多好萊塢的電影就這個錢 也就是說呢 今天呢 NASA想要用好萊塢拍電影的預算的錢 來做火星探測 好 所以呢這個跟過去的已經不同了 好 如果你有有興趣跟我一樣是那個太空迷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那種故事啊 就是當年是前蘇聯啊跟那個美國呢 進賽的時候呢都是不惜一切代價啊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說呢 為什麼在1970 1960代末期 1960代末期呢 人類就可以登上月球了 為什麼現在不做啊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當年呢 做的東西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啊 去做了啊 那現在我們比較考慮到經濟 考慮到這個 它的效益啊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效益才能夠 讓這個什麼 讓這個燈月變得可行 那現在來講話呢 燈月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 我們知道氫 就是這個氫 氫原子有很多同位素 對吧 然後呢 我們在地球看到絕大多的氫 都是什麼 就是它會以這個 它 就是除了用氣體型在存在 就是水存在 然後呢 如果呢 你的氫有同位素 那你可以知道嗎 就是那個 刀啊 串啊 對不對 就是那種氫的那個同位素 然後這個東西叫重水 那地球上的重水是很少的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月球上的重水含量是很大的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跟那個 核子 核子呢 有很大的關聯 這是月球呢 在重啟人類重版月球的過程中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其實為了核能 所以你這個新聞要搭配看 就講這個 登月計畫 然後你注意看 去查一下那幾個關鍵字 就核能那幾個關鍵查 中文英文都查得到 然後那總之呢 就是說那個年代呢 1990代末期呢 NASA那時候要做 那個登月 不是登月 就是火星探測 所以就要用個全新的方法 就是一個低價方案來做 所以這 這其實呢 嚴重壓縮他們的 因為 嚴重壓縮的預算 那嚴重壓縮的這個執行方式 這也是在那個年代呢 特別強調說軍用商規 也就是說呢 以前呢都是特規 就是 就是說以前為了 那個阿波羅計畫 然後會做個特規 然後或者說在那個 在前蘇聯更多的特規 這也是為什麼 前蘇聯很多武器 算曾經有 是世界一流的 就是 就是 前蘇聯的坦克數量 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 全世界最大的數量 一直到這個蘇聯解體 其實那個數量還是很驚人的 但是 它的妥善力很低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這種特規的 然後 太空工業更明顯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火星探測號 這個叫做Mars Pathfinder 那最後火星探測號 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專案名稱 在當時叫Pathfinder 從那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就是火星 要什麼 就是探測火星 然後呢 你看到原本要一個Billion 超過一個Billion的那個 這個預算 但是硬生生把它砍成什麼 原本需要很多年 8到10年 就是阿波羅計畫等級 超過一個Billion 就是什麼 10億美元的這個 這個預算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就砍到只要150個Million 然後就是好萊塢拍電影的錢 好 這個東西有沒有概念 這個東西呢 就大概是那個 大概是我們成功大學 我們那個 我們資訊工程 還有那個隔壁的那個 材料工程 那幾個系管 我們這個 我們花的錢的大概是 10 超過15億台幣 那個有詳細資訊 你繼續找 所以其實人家想 這個 這個其實你 你會覺得150億很多 沒有 你看那個很多公共建設 其實很多錢都超過那個 那個價錢 好 然後呢 這個火星炭車號呢 其實它真正 真的有達成部分的目標 它真的在火星上登陸了 而且呢 真的是有拍攝 所以這就是Mate Spacefinder 在1997年達成的成就 但是時間總 然後這個 1996年的時候 那個 俄羅斯 俄羅斯它的太空局 它就是在96年的話 它就是 就是啟動了它的 啟動它的那個 登陸計畫 然後 那 1996年的 12月4號的話 就是 就是NASA NASA Pathfinder 就 就 正式啟動 然後1997年 7月4號 注意到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這個美國獨立紀念日 那就是 選一個好時間 大家不信 選一個好時間 你看 獨立紀念日 7月4號 登陸火星 開始在運作 然後大家 哇 感謝 很興奮對不對 但是到了9月27號 對不起 這是最後一筆資料 也就是說 它從到底之後 7月4號 然後到了 9月27號的話 就不能運作了 你說這不是爛尾嗎 對 所以注意到爛尾 不是只有那個 我們華人世界有爛尾 美國也有爛尾 然後但是這裡面的 工程討論很重要 其實呢 我覺得美國呢 讓人尊敬的地方 有一個原因 不是他們沒犯錯 其實美國犯的錯 更荒謬的都有 我們在課程第一週 就有解釋到那個什麼 軟體缺失導致危害 裡面有很多的美國人犯的錯 但是美國人犯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他們會去檢討 然後我們台灣人犯錯 就是通常過一段時間 就是你忘了他 就是有沒有檢討呢 很難講 但是更多時候 我們追求是去罵 找人 找一個踢罪羊 但是美國很難得的地方是 他會 注意到 在前蘇聯呢 其實犯錯的時候 也是會找踢帶羊 那美國很感 很值得尊敬的地方 就是說呢 他們的確會 人性嘛 人性會找一個 替罪的羔羊 但是呢 找一個替罪羔羊之後呢 還是會有去檢討 而且過一段社會氛濫 這是美國讓人家 很值得尊敬的地方 好 那這邊呢 有一些詳細的資料 就是 這裡面講的比較細 好 然後我們來講 具體它的發生原因 我們首先要介紹一個東西 叫 MIO 153 MIO 153 其實這個東西 是之前太空專案延續的 就是 美國很多計劃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延續性 它有一個設計 就是它有個BUS 它是一個高速BUS 高速的BUS 然後呢 這上面會穿接 CPU 這是RS6000的是這個IBM ABM提供的CPU 然後呢 再是那個 IBM Motorrad 它有很多不同程度上 總之就是 這是一個 符合太空規範的CPU 然後呢 Radio的話就是那個 無線電 就Radio Frequency RF那個 就是做資料傳輸的 然後CAMERA 那CAMERA當然有大量的資料 然後這個是有高速資料去傳輸的 然後呢 這個高速資料呢 還會再接其他的那個 低速資料 所以這邊感測器就是 相對是低速資料 去感測你的太 那個日光的啦 然後還有去那個 STAR SCANNER 就是看那個 看那個形象 就是它會有一些 要知道說什麼 要知道說 心體之間的關聯 然後 那這個東西都是屬於 慢速的那個裝置 那底下呢 還有很多啊 比方說那個風向啦 風速啦 之類的一種 那這個東西也是屬於那種 低速裝置 所以這邊都是高速裝置 然後這邊就是低速裝置 好 然後呢 升級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喔 它的規範是這樣啊 CPU 然後這個高速bus在這邊 然後這邊高速界面 然後這邊再接一個低速的 好 它那邊用的作業系統 是叫Vxboss 好 是非常有名的這個 非常有名的商用 即時多工作業系統 好 然後它的設計來講話呢 它區分有三個三種任務 那第一個任務呢 就是上面是優限高的 那優限最高的叫Information bus 那就是 它有很多就是資料的傳遞啦 還有這個要做仲裁 就是有這個Information bus 然後再來是說呢 因為有很多資訊呢 需要從地球 那你知道就是說 因為那個火星距離 距離地球 其實有很多距離 就很大的距離 所以其實 你資料傳輸要到 要八分鐘 才有辦法從地球到火星 那所以你勢必要有一個 專門的thread 去收集這個資訊 就是說 哪些東西要從地球 因為地球來的這些命令 地球來的這些要求 或是說要傳遞回地球 那其實都有八分鐘的間隔 那所以中間呢 需要個專門的thread 去做通訊 那前面是做仲裁嘛 這邊就是說去收集 然後底下呢 就第一優先取的任務 就是地理資訊啊 還有就是那個 目前天氣的狀況啦 那還有說工業 就是日光的狀況 因為它要去追那個日光嘛 因為它要有那個太陽能發電 那這個東西的優先取比較低 而且呢 很多時候就是 本地一段就可以做完了 就是 真正需要來自地球的任務呢 會講到一些比較高階的概念 就比方說它是在哪一區 它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好 然後記得那個時間差 然後呢 這件事呢 會發生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你看到 這個 左邊來看的話 是低優先權的吧 低優先權的那些 像 天后這種資訊啊 這低優先權的 然後剛才提過的 高優先權的動物是什麼 是information bus 那假在中間的 communication Threat 就是中間優先權 然後你看喔 有一個情形是這樣 假設低優先權的Threat 他去 他就要寫什麼 他寫資料對吧 他要寫資料 然後準備回傳給地球 然後呢 低優先任務呢 他就先去持有這個Luck 所以你可以 AquireLuck 然後呢就寫什麼資料 然後呢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那個高優先任務 當然是這樣 因為他就要等 等這個資金去完成 對吧 那理想狀況叫什麼呢 就是這個 很快呢 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 就是什麼 釋放 就是releaseLuck 然後呢 高優先任務呢 就這個時候就可以取用 對吧 就AquireLuck 這是原本的 遇到原本的情緯 但是呢 你看到現在有個人 有確信是這樣 就是說呢 現在呢 這個我們一個情境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 高優先任務呢 他去持有這個Luck 對吧 但是呢 你看到 再重複剛才的情境 我現在有一個 第一優先任務呢 他去持有這個Luck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今天有一個 中間優先權 就是communication thread 他去搶佔了第一優先任務 而且這個時間執行很長 再講一次 原本呢 我們預期是什麼 原本預期是 今天第一優先任務去持有 Aquire這個Luck 對吧 然後呢高優先任務就等 等到對方釋出Luck為止 好 那一般來說這個資料更新呢 當然是很單純的事情 而且資料更新 就算少一筆資料 其實沒關係 對吧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呢 偏偏尷尷尬另外是什麼呢 中間有個 中間優先權任務 搶佔了 而且這個執行很長 導致呢 第一優先任務 沒有機會釋放 好 所以呢 這個導致什麼 高優先任務呢 因為要去等 等這個Luck 好 所以換言之你看喔 這個是第一優先權任務 竟然呢 影響到這個高優先任務 好 換言之就是這個優先權排成 就不再有效 好 我們把這件事呢稱為叫什麼 這叫做Piotic Inversion 然後呢 注意到這件事呢 其實聽起來呢 它的成因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就是就是就是 有個高中低 然後只要中間優先權任務呢 一直執行 然後系統就這樣 系統就沒有機會釋放了 聽起來好像好像很自然吧 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呢 這件事呢其實它衝起很大 你說這麼 聽起來那麼簡單的概念 為什麼為什麼 VxWords 對不對 這麼有名的商用作業系統 或是NASA這些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毋庸置疑他是世界一流科學家 世界一流的工程師 對吧 這不是我們要拍馬屁 這是毋庸置疑的嘛 但是呢 你看他們會犯這種錯 而且這個錯誤呢 要修正的 比你想像中複雜很多 然後這個簡報呢 後面就在講說 這件事怎麼發生 怎麼去處理 然後呢 雖然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這個講座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搭配看 我們這邊只是講結論 這個 這真正的結論在哪裡呢 就是說呢 真正問題在哪裡 就是其實呢 Priority Inversion 其實它不是最致命的問題 真正致命的話 我們會分兩個層面去看 一個叫 Bounded Priority Inversion 其實這件事呢 它是相對是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只要中間的優先權的任務 只要中度的 中間的中 就是中度優先權任務呢 不要花太多時間 或者它的時間可以預期的話呢 那這個高優先權任務 被第一優先權任務所影響的 這個時間是可接受的 那這件事其實常常在這個 像這個IO IO這種層面就會遇到 對不對 因為就是第一優先任務 然後被做IO的中間的優先權任務所搶佔 那所以就要等到這個IO完成 這其實呢 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太大傷害的 那真正的問題是這個 Unbounded Priority Inversion 那最好 Unbounded Priority Inversion 又有很多變形 這個底下呢 就跟你講說這個 這個東西的諮詢 甚至呢我們可以 用另外一個情境去描述 因為中間的優先權任務呢 也可能會被搶佔 因為導致的這個 導致什麼 導致沒有 沒有結束的一天 那這個東西呢 是真正衝擊到怎麼系統的 而且呢 當時的火星探車號 就是遇到 Unbounded Unbounded Unbounded的這個 Priority Inversion 然後呢 所以這 這時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看那個 我們看當年的報導 當年的報導 你看這個 在7月15號 還記得7月4號的時候呢 1997年7月4號的時候 這個火星探車 就是成功的在美國的國慶日 對吧 國慶日什麼 獨立紀念日子登陸 但是呢 在7月15號的報導 就指出什麼呢 指出說 他們每一個時間就要幹嘛 就要去重開機啊 所以你看到 重開機自白病啊 你看這個 這個失敗 所以一開始他就知道這件事 就是他會失敗 然後 這個 你要知道這件事呢 你說他們在地球上有沒有測試過 我相信他們是有測試過 但是 這個問題呢 其實說真的 很大很大的影響 然後底下呢 就有跟講這個解法 然後一開始解法當然就是 只能就是 就是重開機了 然後後來呢 就是 開始了那個 Win River 就VX-Force的開發商 還有什麼 還有NASA工程師 他們就開始提出一個做法 那當然你會好奇 就是說 這個傳遞資料要八分鐘 你要地球上傳遞資料八分鐘 而且呢 如果火星探測號呢 因為軟體升級 導致它系統不能運作 請問該怎麼辦 你要派太空輪到火星上去修嗎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這個因為 預算只有150萬 150個M 對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對不對 一個什麼 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關於太空的 太空飛行體的修正 就是這些 太空的這個飛行裝置怎麼修正 這我們 如果課程有空的話 就跟大家講 剛好之前有 有設列到這個部分的材料 但是就是 那個議題很複雜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就是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用到一個東西叫Priority Intuitance 這個東西去簡稱叫Pi 這我們晚點會來講 就是這個我們主要是下週 下週來跟人家講Pi 然後 注意到在Linux Kernel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Pi 你在Linux Kernel找Pi 比方說PiMutex 你在Linux Kernel裡面看到Pi 就是講Pi 就是講Piority Inheritance 但注意到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Linux Kernel開發者 他其實假設你都懂這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你看這些東西很昏倒 比方說Pi 就是講Pi Piority Inheritance 休息一下 休息到2145 不對不對 215動還不是45 不對 2145 抱歉 看錯時間 休息到2145 好繼續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Piority Inversion 也一個通用的解法 稱為叫做Pi Piority Inheritance 縮寫叫Pi 那這個Pi它的具體做法是這樣 就是它的 我們直接看另外一份材料 就是它的做法是 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既然中間優先權的 還記得吧 中間優先權的會什麼 會影響到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它會搶佔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導致呢 中間優先權的任務呢 執行多久 第一優先權的任務就 會去 acquire這個Lock多久 好 那這個Piority Inheritance 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短期內呢 去提升 這個 第一優先權任務的這個 這個 的優先權 聽起來很老實 就是第一優先任務在這裡 但是呢 我們在一個短暫時間內呢 我們去提升它的優先權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不至於被中間優先權任務所搶佔 所以你看喔 就是 讓這個 Tesk3 Tesk3是低的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喔 這個 就是說呢 我們發現什麼 高優先任務叫T1 對不對 T1呢 嘗試去取得Lock 去持有這個Lock 但是呢 因為這個 第一優先權任務呢 它本來優先權 它當然就低於這個 就是它這 第一優先任務嘛 所以顯然它是低於這個 所要持有Lock的 想要去持有Lock的 這個 AquireLock的這個 Tesk1 好 那所以作為新種核心呢 先把這個 本來是最低優先權的 任務 段 期內把它拉高優先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受到什麼 不會受到中間優先權的影響 好 那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呢 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就不會影響到Piode 不會導致Piode Immersion 當然是呢 這顯然呢 顯然什麼 顯然問題帶來 顯然問題呢 就在 它需要一個調整 因為其實這需要什麼的介入呢 其實做一些東西 就要去介入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 在Linux Kernel裡面 會有個叫PiMutex 就是它不是Mutex而已 它的Mutex本身 要能夠 藉由Piorty Inheriters 去 排除Piorty Inversion的狀況 所以它必須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在這個講座裡面 也有講座這個 講座裡面有講到 Samen Phone和Mutex的差異 那這邊有一些說明 請你務必花時間去看它 好 好 這晚點我們會介紹這個Same Phone 抱歉 因為文件材料有些是重複的 所以有些東西會重複講 這個還在修訂 那如果說你發現中間有錯誤 或者什麼 你覺得要補充的話 你就修改 或是來發訊息跟我討論 好 那麼終於可以前進到什麼 前進到Lock-Free成設計 好 然後 我們在講Lock-Free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時候會看到Lock-Less 注意到這個東西的差別 我們講過 就是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講到Way-Free Way-Free是整個層次最強的 就是這個 約束也是最多的 這個叫Way-Free 然後約束少一點叫做Lock-Free 然後呢 在約束再少一點叫什麼 Abstruction-Free 那這個 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都在講 講那個 它的那個 講那些Contrains 然後我們來講那個Lock-Less 然後 我們前面講 Lock-Free 就是說 不管這個系統怎麼運作 就至少會有一個 執行區會有進展 也就是說 你不應該怎麼等來等去 或是在這邊消磨 看起來CPU一直在有事情做 但是沒有真正的進展 那如果你可以確保說 不管怎樣至少會有一個 執行區會有進展 我們把這樣東西叫Lock-Free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詞叫Lock-Less 那注意到Lock-Less 就是講說 這個Lock的使用 不是說它不用Lock 所以不要搞錯了 Lock-Less並不是說它不用Lock 而是說 我 減少Lock的使用 所以它叫Lock-Less 就是說 它少用 然後呢 我避免去使用Lock 然後呢 可以安全無物的處理一些 共用資料 像你過去在思考說 這個Link-Less Lock-Less Lock-Less 你要去考慮到 就算是單向Lock-Less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是說 我只要下一個節點 對吧 我在Lock-Less 印射 還是在做鋁木 對吧 我就是要去操控 要去處理 那什麼 節點跟節點之間的 節點跟節點之間那些 指標的資訊 對吧 然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某種演算法 某種機制呢 可以讓它說 就算避免使用Lock 依舊可以正確無物的 處理這些共用資料 那大家想知道這件事用什麼做 就是用Atomic Operation 搭配一系列演算法 就這樣 我們講演算法是一系列的 也就是說 它其實不見得會有一定的招式 就是很多時候是建超拆招 要考慮到有些人是違反交通規則 你不能用交通規則方向去思考 像那個Mute-Lock 它就像交通規則方向去思考 就是說 我就是怎樣 我就假設大家都遵守交通規則 所以這邊是行人 這邊是慢車道 這邊是快車道 但是其實這東西是 至少在台灣是不可行的 對吧 你想想看你活到現在 有沒有違反交通規則過 對吧 你有沒有把車停到不該停的地方 你腳踏車真的每次都騎在馬路上 沒有其他人行道呢 對吧 你問問看自己 你是不是都有 有停到該停的地方 你問自己 你想看 你之所以想要違反交通規則 都說不是為了 其實也不是 有時候也不是你 你真的想要做壞事 而是你在台灣不做這些 部分違反交通規則 有可能活不下來 像我剛才講的 我就是一個腳踏車騎士 然後我就是被 被公車撞 還被要求要和解 很火大 但是 你懂 然後 所以注意到 再看一下 Lockvry著重的是它的屬性 就是講到說 至少有一個執行序會有進展 這樣的一個屬性 然後比它更強的屬性叫做 Weight Free Lockvry是手段 所以你看Lockvry是手段 然後 但是呢 注意到 就算你不用使用Lock 也不見得會打到Lockvry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 所以Lockvry不是說不用Lock 很多同學看到沒有Lockvry 就說這個東西 不是 不要說你看 這個城市 你看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是一個C++的城市 不過沒關係 不影響你 你理解 你看這個城市就是做一個紀錄 紀錄什麼呢 紀錄說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的 最大值 就是說我現在去紀錄說 我現在可能很多不同的輸入 對不對 那我給你一個輸入 然後找到目前的最大值 除了這個乍聽簡單 但是其實做起來 是有很大很大的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你設定最大值的時候 會有什麼 就是你要考慮到不同執行序 可能呢 也在呼叫這個韓式 對吧 好 那你看我們這邊有個很重要的 一個機制 就是我們用到一個什麼 Atomic CS Compare Swap 好 我們用這個CS的搭配回圈 這個我們在第七週講這個 這個CS的時候有講 其實最常CS的情境就是搭配一個回圈 好 那你看喔 這邊在講話呢 就是去 我們就不用Luck 對不對 然後我們用Atomic操作 去確保說呢 我要去設定最大值 目前此時此刻最大值的時候 好 這就是要嘛就是什麼 全部成功 要嘛全部失敗 這就是Atomic在意的事情 全部成功 或者全部失敗 那如果是全部失敗的話 對不起 那就等到下一個 下一個循環 好 那這個我們講的就是Luckless 它不需要依賴Luck 好 但是它不是Luck free 好 因為你看喔 當你在持續嘗試的時候呢 請問其他資金序會不會有進展 好 它不見得會有進展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喔 這一段程式碼沒辦法保證它是Luck free 好 因為我們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給你夠長時間 至少會有個資金序會有進展 好 你可能會遇到兩個資金序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 都沒辦法成功更新的 這個是沒有保證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段程式碼呢 就是它是Luckless 沒錯 它沒有依賴Luck 好 然後但是它沒有依賴Luck 它依舊確保這結果是正確的 但是它沒辦法保證 它在這個回券過程中 其他的資金序 其他的行程呢 是不是真的會有進展 好 這件事沒有保證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喔 我們講這個Luck free 其實它涉及到更高的要求 好 這個難度就更高了 好 然後呢這邊就有一個 有一個很 就是有一個 線上的教材 那注意到呢 這些材料其實說真的喔 很雜亂 我們已經很 很努力的給大家 大家比較完整的材料 找一些比較權威的人喔 權威的給大家一些參考 比方說像這個材料喔 這個材料很非常好喔 就是我們 我們的教材是從這些 有裡面 是很多從裡面去 去改寫喔 然後重製的喔 但是喔 但是就是 這些教材其實都有共同點喔 就是它這個 比較破碎一點喔 這也是為什麼想要寫一本 獨立的書叫 Concurrency Primate 大家自己寄給同學的喔 那不過顯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喔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請你搭配看這個錄影喔 那會比我講得更清晰 然後呢 我們在講這個細節之前 我們要講一個東西叫Transaction 知道漢語的Transaction喔 翻譯成交易的其實 很容易會有些什麼 會有些錯的聯想 會影響你的理解 例如說呢我以前的助教 我好幾年前以前的助教是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是一個很認真的女孩子 然後我跟她也合作過 然後我感謝到 我就是很 來這邊教書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可以遇到很多 很上進喔 然後很認真很上進 然後做人處事又很成熟的學生 然後你看喔 我跟我的女助教 特別講的女 就是女學生呢 我有跟她交易 你聽到交易就 唉唷 對不對 你看 已婚男子又做什麼什麼事 對不對 你就開始講一些五四三的 但是想 交易是什麼 交易的本質是什麼 交易本質就是一個什麼 互換 只是說那麼漢語 就很多時候會講到比較髒 對不對 或者有些東西就不方便講 對不對 就講那個對不對 你說馬前總統去中國 講說那個對不對 那個到底是什麼 不能講啊 不能講中華民國總統 那要講那個對不對 然後 那這個交易有一樣問題 就是漢語裡面呢 要講一些糟糕的話 就講一些官民堂皇的東西來代替 那但是其實 transaction這個字呢 一開始是很 它是很正經的詞 你看到像轉賬 轉賬就是一個transaction 對不對 你要從A銀行轉到B銀行 那 A銀行要先扣款 B銀行要一些 要什麼 要增加那個金額 但是注意到這件事有可能會失敗 對吧 因為帳戶可能會凍結啦 帳戶有可能會失效 或者說你填錯數字 然後 但是 但是呢我還是要先扣完 那就算犯錯了 就整個打回來 所以你看 這個transaction 其實就意味著什麼 它沒有中間狀態 要嘛就是轉賬成功 要嘛就是轉賬成功 它不會有說 即將成功 它要嘛全部成功 要嘛全部失敗 這件事就是atomic 所以注意到transaction這個字 就有atomic的意涵在裡面 然後你看翻譯成交易 對不對你就亂想對不對 哎呦 男老師跟女學生交易 其實不是啊 你說 我拿100塊叫我的助教去幫我買便當 對不對 那當然 他當然要把100塊花掉 拿到個便當 要嘛就是什麼 要嘛就是發現說 現在便當變貴了 所以100塊不夠 所以他把100塊還給我 對吧 這就是交易 但是你看 如果說男老師跟女學生交易 你一定會想到一些糟糕的事情 這就是漢語 我們漢語 某個地方真的還蠻糟糕的對不對 就是這個 對不對 你一定會想到一個53 你絕對不會想到那個 拿100塊叫做買便當 但是呢 其實你看 其實我們要講的這個意思就是 atomic 好 然後呢 然後然後然後 然後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翻譯這個atomic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最小操作 因為 就是它 它是一個沒辦法分割的狀況 而且這個東西是依據那個 當年那個希臘哲學家的觀點 其實這個原子裡面其實還可以細分對不對 原子裡面還可以細分那個夸克 只是說在這個微觀的世界已經完全 完全跟我們這個平常的認知不同 其實 原子核 跟它的那個電子軌道 它並不是說一個原子核外面有電子軌道 這是想像的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分布 原子的出現其實怎樣 有很多的所謂的側不準 側不準 就是 就是那個像那個海森堡對不對 會講那個側不準 側不準原理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呃 就是automic的操作 千萬不要把它翻譯原子操作 因為你就很容易誤解 好 然後呢你看 我們今天不是講那個CS 對吧 那這個CS來講的話呢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關鍵的地方在說呢 呃 我想要變更給你吃 但是呢 我又不能依賴這個Luck 所以我用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去說 要買的全部成功 要買的全部失敗 好 它沒有中間的狀況 好 那今天我們要跟他介紹一個東西啊 ABA問題 好 來看ABA問題 ABA這個問題 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們 我們接下來都會來 接下來幾週的測驗題啊 或多或少都跟這個ABA問題有關聯 好 就是我們接下來幾週呢 不然本週 本週我們就會有些並行的題目在裡面 好 ABA問題 注意到ABA問題啊 ABA問題呢 是這個 並行程式中 非常經典的問題 好 那注意到呢 ABA問題不是只有發生在直行序啊 也可能在多個行程 只要我去存取到共享資料 就有可能遇到 好 好 那你想一件事啊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Stack 像這樣東西 好 像一個Stack 然後呢 在這個Stack來講的話呢 你看喔 這個是CGRR程式啊 不過沒關係 不想要理解啊 那你這邊看到一個什麼 你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CS 對吧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我這邊來講話呢 你注意看喔 有沒有Luck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目標呢 是要創造出一個Luck Free的Stack 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 這個Stack在怎麼操作呢 不管怎樣 我們至少有一個直行序 會有進展 這是我們的目的 好 那你看我這邊有操作一個什麼 一個Pub操作 一個Push操作 好 然後呢 快速對照程式嘛 Push跟Pub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然後在Pub來講話呢 我要去變更什麼 變更我的 變更我的 就是最頂端的那個指標 對吧 然後 那同理呢 Push呢 也要去變更最頂端的指標 對吧 所以你看喔 這邊那個Pub來講話 變更最頂端指標的操作 那Push呢 也有變更最頂端指標的操作 只是說呢 方向方向不同 好 那這個ABA問題呢 這就是什麼事情 你看喔 就是說呢 因為我現在呢 不能依賴Luck 我們已經有個設定的情境了 我們不能依賴Luck 然後呢 我們光有 Otomic操作 之所以不夠的原因 之所以不足以 不足以解決問題的 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要看那個情境 來看那個情境 假設呢 我今天什麼 我今天從這個 某個地方呢 讀到 就是從一個共享的機體位置 例如說這樣 我讀到一個值 讀到一個值 就是什麼 目前的Stack的頂端 對不對 目前Stack的頂端 我把它讀出來 所以就P1 P1讀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舊的頂端 對吧 然後呢 好 我們畫一個示意圖啊 示意圖 好 畫一個示意圖 這邊呢 是P1 然後呢 這邊是P2 好 示意圖 P1 P2 好 好 那你看喔 我現在讀到一個什麼 我讀到一個A 然後從共享記憶體讀到一個 所以這兩者都有一個共享記憶體 這邊是一個共享的資源 我避免用Share memory 你可能會想比較大的範疇 但就是一個共享的資源 用一個更通俗的說法 所以這兩者都有什麼 共享的資源 好 那首先呢 我在一開始呢 為什麼 我去 我去讀一個A 好 所以我現在讀一個A 在這裡 然後呢 接著什麼 來看這個時間軸 這個是 這個是時間軸 好 就是 這個時間軸往下 所以這邊就是 往 往下去 好 這就是 這時間會的 時間是會 往前走的 這裡 這邊是 time 好 那現在有趣的發聲 你看到 就是A一開始是 一開始是讀到 讀到舊的詞 好 然後呢 呃 這時候呢 P1被pre-end 所以P2來執行 所以現在是P2 P2現在執行 好 然後呢 呃 P2呢 要寫入一個B這個值 到那個指定的空間 好 所以B呢 在這個詞時時刻呢 去什麼呢 它去寫直 好 它寫一個什麼 Write B Write B 2 好 我們就 估計一下share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裡寫路 好 至於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也沒問題 好 然後呢 P2呢 接著呢 就寫去個A 好 好 Write Write A to share 好 那這像什麼操作呢 欸這個不就是什麼 不就是 那個 類似Push這種操作 對不對 就是你Push不就是要加一個新的東西進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開始寫一個值 好 然後 我講錯了 就是說我開始要做 我可能會做Push 我可能做Pub對不對 所以我值會變更 所以就是你看 我要把某個值Push 然後可能又有什麼 又Pub 好 好 那你看喔 現在來講話呢 這本來就是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像剛才講 Stake會有Push跟Pub 所以你在這邊來講話呢 P2呢 只是很正常的做一個PushPub 那但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因為這兩者會交錯執行 所以你看喔 我這邊呢 做這個值得變更 就像剛才提到的 我做PushPub的操作 對不對 然後呢 接著呢 終於 又輪到A去執行了 好 神奇的事情是什麼 神奇的事情是 P2被preend了 然後P1終於可以執行了 好 那這時候呢 P1呢 他就是想去讀 對不對 他要去讀A 他就真的去讀 讀A 的確目前的記憶體呢 的確是A 但是呢 跟以前想的不同了 你看喔 原本呢 原本P1他想的是什麼 P1他想的是說 A是最簡單的 然後呢 是原本的資料 對不對 他設想的東西長這樣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在B的觀點是什麼 B的觀點是 是什麼呢 是說呢 他是A 然後呢 B 然後 然後什麼 是這個old data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 雖然頂端看起來都是A 對不對 但是呢 A跟B呢 他的解析資料呢 是 會不同的對不對 為什麼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 如果我們只看共享資料 最新的值 你看到的東西是A 但是實際上 P2呢 中間做一個B 對不對 因為他是Stake操作 他PushPub本來就是合理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呢 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 A跟B判斷 目前Stake 只能從共享資源的 某一個值看到 對不對 因為他不能 無止境的去scan裡面的內容 那 為什麼會有A,B,A問題呢 就是因為 他們的操作 往往呢 往往它是一個很高成本的操作 我們之前講解過 就是有可能花700個 CPU週期都有可能 而且呢 你只能做什麼 通常我們只是做 Automic的加法 Automic減法 Automic load 跟write 那往往你不能做 Automic multiply Automic 或是 division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成本很高 所以往往CPU只做什麼 只讓你做 Automic compare swap 它這個 針對一個 基礎形態 但是呢 因為中間的內容呢 其實沒有被保證 你開頭有被保證 你每個操作都有被保證 但是 你中間差一個B 因為對A來講 它就是看到A 所以對 產的一方什麼 P1來講呢 它看到內容就是什麼 它以為是長這樣 但是實際上中間有個B 那當然 往下走你就知道什麼 往下走它就是 其實呢 就會出錯 然後不要小看這問題 Linus kernel花很大力氣去解決ABA問題 你可以Google搜尋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Linus kernel 而且一直到現在 每年都會有 某些程式被檢討說 會遇到ABA問題 你看ABA問題 就是 你在Google搜尋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就是一大堆這個問題 當然有 就RCU也會有 就是我們之後 下一周會講RCU 就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從來沒有解釋過 所以我希望呢 我希望大家理解到 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花那麼多力氣跟它講 因為這個問題是一個 進行中問題 現在的Kernel跟我 1997年 我那時候學的Kernel 已經不同了 1997年的Linus kernel 其實連多執行序都不用管 都沒有一個像樣的多執行序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多 多人多工多合 然後什麼 多個不同情境 現在的Linus kernel 是一個 一個資訊科技的縮影 所以 同樣是Linus kernel 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就幾十萬行規模 現在各位學是三千萬行規模 而且還在持續在改變 然後 但是不管怎樣 你不要迷思 我們為什麼要從Barton Art的角度 來跟它解釋 因為其實很多問題是這樣 一步步建構的 你必須要一步一步 扎在踏實 然後每一個環節 都是誠實面對自己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征服Kernel 這樣的一個龐大的龐然大物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它每個操作 它只有 它只能確保說 其實它只能確保 某個地址 某個基礎形態 它是怎樣 它是全部變更了 或是全部失敗 然後 我們還要再搭配 額外的演算法 去掃描 掃描問題 否則你就會遇到ABA問題 注意到ABA問題很容易遇到 你不要做什麼特別修改 像這個維基百科上面的例子 請你花時間去看它那個例子 其實它就很容易遇到 這樣一個狀況 而且它的解法比你想的時候麻煩多 它沒有通解 就是有一些機制可以解決 比方說Transational Memory 你從名字的大家猜出來 就是它的交易本身 它的那個機體操作本身考慮到什麼 讓這個操作本身讓它是Atomic 但是它的就是有不同的代價 然後注意到你看 你看上面寫 它有Workaround 然後它底下可能有一些什麼 一些額外的操作 或是一些額外的機制去降低它的衝擊 所以注意到其實這個東西還是需要依據不同場景去解決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一個東西叫Hazard Kunter 然後這東西解決一個問題之後會有一個新的問題會冒出來 但是也不要太難過了 這就是你不懂才要教嘛 你懂的話就不需要教了 好,繼續看 注意到在GCC來講 你看到這個教材我目前沒有更新 如果說你可以願意幫忙的話可以來改 這個Build Function其實已經過時了 就是它已經被標誌審視過時了 就你依舊在GCC可以用 但是就是你在編譯的時候它會有警告 就是它是什麼 這些SYNC開頭的Build Function已經是過時了 好,但是還是可以看 就是說在GCC來講的話就會有這個 把Companion Swap包裝起來 這個的話就是針對不同的硬體平台 會轉換成對應的CS指令 如果說你硬體平台沒有CS指令 像ARM的處理器的話 它就會把它轉換成LLSC 就是Load Link Store Condition 這樣的一個指令 一對的指令 好,然後不管怎樣 就是CS的用法它通常會搭配回圈 像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 然後你可以把回圈包覆的區域 把它叫做Quickle Section 所以再看一次 Lock Free不是完全不用Lock Mutist Lock 其實Lock Free還是可能會有Mutist Lock 只是說你不會 程式不會被單一指令去Lock住 這樣的話可以確保什麼事情 就是要確保說給你夠長的時間 所有的 在給你足夠的時間 至少會有一個執行序 會有進展 這是從一個整體觀念去看 請你想到我剛才舉的交通安全的例子 交通安全的例子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個很強制的手段 比方說像北韓 用軍人 用威權主義 讓每個人都在某個地方 比方說平朗 會收法 但是更多時候其實不是長這樣 更多時候是像我們台灣 這種環境 其實有些人會犯錯 但是不至於因為有些人犯錯 不至於有些人不守交通規則 然後導致什麼? 導致系統不能運作 其實還是可以 某個角度可以運作的 所以你看台灣 或是你有機會去看到印度 也是很神奇 我記得第一次在印度 嚇呆了 其實我對台灣的交通 我已經受不了了 我覺得印度快崩潰了 好!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有一種規則 然後可以運作 注意到我們剛才提到 Lock-free不是完全不用Lock 你看到像正面的程式碼 像正面的程式碼 就很有意思 正面的意思在哪裡 就是去判斷X是不是你 如果X不是0的話 你看到X不是0 假設X就是整數 假設它就是整數 所以X是個整數 然後你看到X如果是0的話 然後我就做什麼事? 我就是1-0 然後我說X就變1了 所以你看到這段程式碼 不就是從0跟1這邊切換 乍看資料是這樣 但是注意到你要看執行路徑 注意到執行路徑 你回來想那個CSIP提到那個圖 它有一個執行圖 一個執行區1 一個執行區2 然後你看這段程式碼 不就是這一次如果是0的話 進入 然後X就變成1了 你說那一定會離開 有沒有可能這變成一個無窮迴圈 你想有沒有可能在某些執行的軌跡 會導致它變成無窮迴圈 這是有可能的 然後你看 首先你看編號1的執行區 就是它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X如果是0 X一開始是0 所以這個執行區的 就進入了 然後因為執行區的執行 它會交錯 我們講坎克人就講這個交錯 著重在交錯 然後平行式坎克人一個特例 你看這邊來講 這邊我也是這個執行區2 它看到的X也是0 所以這兩者都可以進入 只是說我先執行這個 所以你看X去做這個運算 這個運算我們假設它很快可以完成 然後我覺得X就變成1了 然後你看在這個時間點 執行區2也去讀一個共享變數叫X 然後因為X是1 剪完之後就變0 所以就變0 這時候你看 反正執行區1又變成 又進入這個條件了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的執行總是長這樣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會變更的話 就會導致什麼 你完全陷在這裡面 沒有進展 所以注意到這樣的沒有進展 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讓系統沒有進展 但是注意到這個東西不叫Daylock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Livelock Livelock 就是我們講Daylock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叫Livelock 那注意到Livelock其實在恐龍書是有存在過的 但是通常你也知道 考試不考 考試不考我們就不能教 教了會被學人罵 但是Livelock是貨真價實存在的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在Android系統 是出現很多次的 Android Livelock 注意到這個東西出現了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就是這個有Livelock 然後這東西 這件事 就是 回來看Daylock Daylock 會有這個四大衝藥條件 Mutual Exclusion 然後 Circular Weight 它有這個衝藥條件 但是Livelock 它其實發生了 發生的狀況 就很多元 所以這件事 它同樣就是沒有進展 但是它沒有上面的因素 所以你要知道 要能夠去偵測Livelock 其實需要額外的操作 那這件事其實在1975年就提出來 甚至當時 當時 當時還有一些解法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 它不容易 然後 如果你看 Linis Kernel Source Code 就是 秒鐘看Linis Kernel Source Code Linis Kernel Source Code 有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目錄 專門講Locking 我們這裡有展示給大家看 這裡面的行數非常可怕對不對 這邊的行數 這就是一萬多行 那主要 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然後 這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就是這個 就是說 在Linis Kernel的實作來講的話 它會花很多力氣 不只做Lock 還會做什麼 還會做 做那個 做偵測 那偵測是什麼 就是Lock跟Lock之間的什麼 它會有那些觀點 然後 然後這也是Linis Kernel 它算很特別的地方 像這個 這個叫 Lock Dependency 然後注意到 這段程式碼 它算完全中西語言 而且你看它註解數量 來看看這個 這個數解數量 註解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神奇 就是程式碼 註解很多 你看 這邊 註解的數量 這個程式碼註解 有1000多行 然後 但是 你認真看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超挫折的 就是那個 不是挫折而已 是超級無力PT挫折 就是它 它有一套偵測演算法 DETECT 它裡面的DETECT 其實需要一些 額外的 額外的那個 額外的那個 理論 那這個東西 跟那個 跟圖 圖論有關係 然後你看 這邊就是跟講說 它建一個 STOP GRAPH 然後這個 其實你要看懂這段程式碼 需要 不是只有這段 就是你要看懂這整個 的實作的話 你可能要讀好 讀完好幾篇論文 不過 我們希望這學期 有機會再帶著大家去 可以深入 它的這個 實作 那 但是我這邊只想提醒你 就是說 不是只有DAYLUCK 像剛剛 像這種程式 就很快 就實作出這個LiveLUCK 然後 既然LiveLive那麼困難 其實它還有一個什麼 它會有一些 我們其實往往都要訴諸 就是尋求數學的方案 那有個東西叫PROLEMA PROLEMA就是 它是一套 由貝爾實驗室提出來的 一個特製的程式語言 那這個程式語言 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很容易去 描述這並行的程式 然後它可以把它轉化成 狀態機 像那個狀態機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 就是你可以去走訪這些狀態機 某些路径 可以讓你有得到 得到什麼 得到那個 預期的結果 但是某些結果 會導致LiveLUCK 像這邊來講的話 你如果走這個狀態機 你去用PROLEMA 然後去看對應的狀態 它可以匯製出狀態機圖 那這個 我們這學期可能 我們先把這並行的東西 講差不多之後 再講一些數學證明 我希望這學期可以有講到數學證明 然後總之就是說 這個東西在並行來講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而且不只在Linus Kernel 只是說Linus Kernel裡面 並行是非得要理解不可能 Linus Kernel 幾乎無所不在都會面對並行 所以就是什麼什麼 花好幾多時間跟大家介紹 就是你看上一週 本週 接著下一週還是要講並行 因為我們有些教理是會共用的 所以有些材料反覆出現 然後請你回想之前我們講的 Manual Order 那跟Lockfree會有很大關聯 然後 好 那我們接著來講一個案例 這邊就是一個threat pool的案例 然後 我們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說condition variable 對吧 然後它會搭配Mutex去使用 然後我們來解釋threat pool的作用 threat pool的作用是什麼 就像你就想要做 這邊都是醫生 這邊都是醫生 然後你看 就是為什麼去看醫 去醫院的時候 通常要叫你抽號碼牌 而不是直接叫你去前面等 你看反過來一個例子 男孩子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 就是那個小病毒 對不對 你應該有這種經驗 對不對 就是尿急了 然後對不對 你剛下車然後尿急 然後發現 因為大家都跟你一樣尿急 為什麼在車上不尿尿呢 對不對 你說我在車上要睡覺了 車上要玩手機了 我沒空了 但是你搭車那麼久的時間 為什麼不去尿尿呢 你為什麼下車的時候才會尿尿呢 反正不管 反正男孩子就這樣 沒有什麼規劃 相對女孩子就好一點 上車的時候就會好好去尿尿 然後你看 男孩子在車上就沒有好好尿尿 所以下車的時候就想尿尿 然後你看 你排隊的時候 你那種經驗 就是前面 前面那個小便朵都 都有人用了 那你就站在他後面 然後等 前面的尿尿快點 你只能在心中講 快點 然後你就看到有些人躲來躲去 很討厭 就是甩一腿去搞屁啊 對不對 你在尿尿為什麼要甩一腿去呢 對不對 就很想說阿伯 不要甩一腿去 對不對 就很討厭 總之你就要等 然後你在等的時候發現 有些隔壁的小便朵 好像進展比較快 可是你就傻傻在那邊等 因為 你想說我再等兩個就好了 可是隔壁對不對 隔壁就是剛好空了 那你說 這個東西 我會不會走到一半 那我前面的也跟我去搶那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你往往的策略是什麼 你往往的策略就是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換一個隊伍 還是說呢 對不對 你就一直陷入這種困擾 對不對 所以你在那個小便朵的那個後面 就是大家尿急的時候 尿急的時候 尿急的時候 後面就會動來動去 然後呢 其實呢 這件事可以相對有效的解決 就是去抽個號碼牌 那由這個 我們稱為叫work queue 去分配 所以這邊來講話 你先抽號碼牌 那這邊就想像櫃台 對不對 就不是小便朵 就是櫃台 所以你看像醫院也好 郵局也好 銀行也好 都是這種模式 對不對 你先抽號碼牌 那系統說 7號請到3號櫃台 63號請到4號櫃台 就是由這個系統去分配 那你看到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從頭到尾呢 什麼地方需要lock 其實這櫃台本身是不需要lock的 為什麼 因為櫃台本身只是叫號碼 對不對 從頭到尾就是叫號 然後他就消耗數字 所以他就算是lock 只是那個數字 對不對 他消耗那個數字 比如說63號請到7號櫃台 對不對 就是他只要消耗這個數 他只要這個什麼 數字更新的時候 去lock就好 他在整個操入過程 是不用管lock的 那同理呢 這個抽號碼牌也是一樣 就是呢 他抽到就是流水號碼 所以那個 這個就是他抽那號碼牌 對不對 每次用完就消耗掉 所以這個東西不存在什麼 就是 就是 就算要保護從頭到尾 那個數字的什麼 數字的 增長而已 所以你看到 在這種模型來講 整件事變得很單純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一個叫號機 那個叫號機 就取決什麼 取決這邊的消耗 對不對 這邊消耗得快呢 這個數字就跳得快 否則對不起 就在那邊等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稱為叫什麼 我們就把這樣的東西叫threat pool 注意到不要小看的東西 這東西呢 在Linx Kernel多的是 來給大家欣賞 work cube 在Linx Kernel出現多少次呢 這很驚人 work cube work cube 在Linx Kernel出現了 畫面就開始捲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展示給大家看 我只想喝水而已 應該我水喝完還在轉 對不對 有沒有 這麼多次 就不展示有多少次了 反正就很多次了 然後呢 這東西呢 就是一個很有效模式 所以呢 這個我也希望呢 我們小便斗有一天 也可以抽號碼牌 不然這個真的很沒效率啊 而且一堆男的在你後面 你不覺得這個很不舒服嗎 對不對 就一堆男的在你後面 對不對 然後死丁丁的看著你的小便斗 對不對 然後你就沒辦法好好的發揮 對不對 這個其實很沒有效率 那相對那個女側就沒這種問題嘛 對不對 因為都會關起來嘛 所以這個女側其實大概 對嘛 其實自己有一套機制 所以男側跟女側這方面 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其實女孩子真的是這方面的 女孩子的智商還是比我們男孩子高很多的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怎樣 正對生活是有一套 有一套哲理在的 好 然後呢 但是呢 我們 自從理解這樣一個抽號碼牌模式 然後呢 引路剛剛的這個work cube 所以你看喔 這樣來講的話 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降低Lock的使用 好 那你的Lock範圍就會縮小 你的號碼牌 還有怎麼分配 好 所以呢 你真正需要Lock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Q的本身 這是真正需要Lock的部分 好 然後 這個共享的Q呢 必須要在MuteX保護 或是某種機制去確保它的正確 就是最常見的就是MuteXLock 那如果說不用MuteXLock的話 就是需要搭配 Automic Instruction以及一系列引說法 這我們之後也會有一些測驗體 讓大家去練習 好 然後這上面的是使用到Lock的 那你會好奇說 如果我要去使用 使做一個Lock free的 該怎麼去使做 這東西就困難了 我們就要把 上面的work queue 拆成更多的 更多的work queue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 就有多個work queue 因為呢 共用的work queue呢 會有這個支援的競爭 就會有contention 所以這樣 這個跟Race Condition不同 我們講Contention呢 就是怎樣 就是 更著重的是什麼 更 我們講Race Condition 那個Race 就是說可能一下是E 一下是A 一下是B 就是它會有這個 部分伯仲 這個人叫做Race Condition 當然Contention更在於什麼 更在於這個競爭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爭奪 就是你跟我都要去爭奪 可能落到後來的嘛 你跟我都要去搶 就是都要去追求那個笑話 但我跟你都沒有進展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這個Race Condition 所以Race Condition 如果發生的頻繁的話呢 其實呢 不是只是單一的受損 整體來講 都可能會這樣 沒有進展 然後呢 那現在的做法是什麼 把它拆成多個work queue 那多個work queue的話呢 現在來講的話呢 把這個問題 就把它縮緊在這裡 不是這個work queue的本身需要保護 就是把這個利器用在什麼 我要分配給到哪一個work queue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有一個對應的實作 那底下請搭配看這個相關的說明 就怎樣都說這個怎麼去分配 然後 那注意到呢 我們之所以為什麼要講這個slip pool 其實呢 那就是為了要講linz code裡面的work queue 所以主要這個東西是有高度觀點的 然後呢 這本身呢跟這個什麼 跟作業系統的排層器也有觀點 然後 然後 那這個 目前的實作呢 就是目前實作是有提供什麼 提供這個long robin跟list load list load是什麼呢 long robin不難懂對不對 就是這個 就是 ABC ABC兩千塊叫long robin 對吧 那list load在做什麼事呢 這男同學最懂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剛剛回到那個小便龍 拿個排隊短我就排給他 就看到目前排隊 因為 因為你當下排隊 跟中間的排隊會不一樣 對吧 就是會有那個小便龍 就有人抖很久 就有那個 不抖 不抖老闆天 很想扁人 我就有一次 我去某政府單位開會 就是那個 某單位 那某單位呢 就有一個那個 反正我也是排隊 然後那個 排隊呢 也說排隊有點煩 哈哈 就是 就是 因為尤其這個 資訊科技有關的 就是男孩子會比較多 就其實很多 不健康的狀況 有一個部分就是小便抖 然後總之 我去某政府單位開會 那就是 小便龍等很久 那前面有個阿伯 那不是抖抖抖很久 我就很想扁他 都罵他 對不起 不想講出來 就是很生氣 因為他抖很久 你知道嗎 抖到我都 都不小心 想要去看他到底在幹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一邊上次走 一邊親你那個小便龍 然後抖完之後 靠病啊 那不就是那個什麼 那不就是那個某某 某某單位的主管 對不對 不好意思講誰了 嚇傻了 對不對 害我那個 害我後來呢 去弄某那些政府單位開會 我還是不要看了 我就閉眼鏡 眼不見為鏡 不然那個真的 你想就是那個 那些在立法院質詢會看到的大神 那這兩個在我前面抖來抖去 好 那這個為什麼跟你講這件事呢 就是加上你知道這個行為 其實作業系統的那個都可以對應到像政治啊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跟作業系統其實很大的觀點 你想作業系統是什麼 作業系統應用程式跟硬體之間的橋樑 硬體呢是很死板的 像那個Pipeline啊Cash 它都有一個很明確規則 可是人的需求很有趣 人的需求的往往都人性的 所以呢這個我們理解作業系統的時候都要從日常生活去看討 所以我們舉這些例子其實不是為了講這些東西 然後講些五十三的 只是讓你去加深 這些東西就是它都可以對應到你日常生活 所以其實你應該可以用日常生活去理解作業系統 你有時候作業系統學不好呢 很可能你日常生活也沒有搞懂 別難過啊對吧 反正這個誠實面對之前 不懂就不懂 不懂就學嘛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學習Street Pool還有一個好處 學習Street Pool還有一個好處啊 理解它怎麼去Migrate 主要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下週呢會來針對這個 怎麼去Migrate 花很大力氣去講 不是花力氣而已 是花很大力氣去跟他介紹啊 就是我們在第九週呢 會跟他講這些什麼事件驅動啊 然後主要這些東西呢 跟那個 跟那個 Migration有很大的關聯 這邊先賣個關子 你先看下去 然後呢 這個Migrate 其實呢 跟平均工作量有關 然後它其實需要一套 不是一個演算法 是需要一整套演算法 那幫人說 我現在在做的 做一些研究 就是 也許我們今天會發表 就是我們今天有一個研究 就是去改進Linus的這個Lobens 那Lobens的改進呢 其實它是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簡單事情 因為呢 我們在排程的時候 我們在排程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 就是我們很難用上帝視角 什麼叫上帝視角 你看喔 我們看那個多 多執行序 你看喔 我們在多核 不是多執行序而已 我們的任務呢 是非常多任務 像一支Android手機 像這樣一支Android手機呢 它的 你會覺得Android手機 好像看起來比較單純 其實不難 一支執行中的Android手機呢 它的 執行序總量呢 它可能會有400個執行序 注意到我好幾年沒有研究Android手機的 但是我這是我好幾年前研究Android手機的認知 你可能會有400個執行序 當然現在有可能會更多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種 你知道嗎 有些中國的那些神奇軟體 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中國神奇軟體多神奇嗎 比方說那個抹山毒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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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山毒 抹山軟件 就是那個號稱殺毒很強的 那你想說那個抹山呢 我不能講太明白啊 我怕會出事 因為有時候我要去中國吧 你懂嗎 然後就是抹山軟件呢 抹山殺毒 它號稱的是 就是很強的這個殺毒軟件 但是這個抹山軟件呢 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其實自己就是一個病毒 怎麼說呢 因為它就是 它就去佔據作業系統的 它找到一些作業系統的漏洞 然後它利用這些作業系統的漏洞 成為自己的霸主 所以呢 它掃毒原理是什麼呢 它先成為一個病毒 它成為一個不該存在的角色 你知道就是它成為一個 就是一個 它會 它會取得不該取得的權限 它不是一個應用程式 它不是應用程式 它就是一個霸主 然後 所以那個 它殺毒的軟體 它殺毒原理就是說呢 它先取得最高的權限 不該取得的那些權限 它都取得了 那取得之後呢 它開始去掃描 系統上有沒有什麼不合幾億的東西 然後順便呢 因為你知道那個某三軟體 它們自己也有出一些程序 就是懂嗎 一些什麼小程序 你懂嗎 我不會講太明白 你懂 總之就是它有一些東西 就是它自己要保護的 那它保護的那些軟體呢 就可以拿 就可以讓它的優先權高一點 或者讓它可以吃多一點資源 就佔多一點資料 那反過來說不是它保護的 它就想辦法給你搞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 少毒軟體可以不收錢 對不對 你看我們台灣趨勢科技 對不對 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很難得的軟體公司 在日本上市 然後呢 在俄羅斯的話有卡巴斯基 那就是 這兩者都是很強的 趨勢的少毒軟體跟卡巴斯基都很有名 那美國會有那個Norton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或者那個 反正就是有一些軟體 他們收一方是 無外乎都是什麼 無外乎就是說 可能有免費版 會有加值版 對不對 像那個趨勢科技的話 就是說你加值 加值就是 可能叫做付額外的錢 或者企業裡面 個人用可能免費 企業用要付錢 但是呢 中國呢基本上那一套方案是不能用的 企業呢 用少毒軟體也是不想付錢的 但是神奇的地方就是有這種 這個在分類上叫流氓軟體 主要不是我講的 分類上就有這種流氓軟體 它作為一個掃毒程式 然後本身就是流氓軟體 然後呢 那流氓軟體呢 你大概知道怎麼賺錢 因為小到個人 大到企業都不想付錢 好沒關係 就讓你免費用 那有些公司呢 就需要在這個保護傘上 因為它的滲透力 保護傘上就是 有些公司就要付點錢 然後呢你就可以被保護 反過來說有些公司沒有付錢 就跟你說說 這個東西是惡意軟體 你趕快 你懂嗎 輕則給你警告 重則呢 就是讓那個軟體 完全不會存在 或者找出一個替代比 對不起 再講下去就不能 我可能會有法律風險 所以講到這邊 所以我只要跟你講 什麼事情呢 就是 手機真的很複雜 然後呢 一支手機上它可能有 400個以上的執行序 不是說400個城市 懂嗎 是同一個時間可能存在的 400個或者更多的執行序 可是呢 你的CPU可能就只有8核 而且呢 CPU8核可能是像畫面這種架構 對吧 就是左邊一個cluster 右邊一個cluster 好 那神奇的地方發生呢 就是說我這個任務要怎麼分配 注意到這件事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個東西呢 我要怎麼分配到不同核 不同核呢 除了要看工作量以外呢 還要看它的那個距離 像那種畫面看到的NUMA架構 NUMA架構的要講話呢 我CPU編號7 它存取到的記憶體在這裡 那如果說呢 我要存取到左側的這個 就是我要把任務從7搬到0的時候呢 其實呢 不是只是透過這個interconnect 去觸發這個必要的IPI 不是那麼單純 因為呢 因為7 原本在CPU7上面執行的任務 它存取到記憶體在右邊 它實體上就是不連續的 注意到不要講物理上 要講physically 就是實體上 實體上是不連續的 所以 它就意味著它要搬動 所以這邊呢 在講 從編號7的 CPU上執行的任務 搬到編號0的 CPU上的任務 它的代價是很高的 換言之呢 這個東西呢 它的migrate 就必須要很省省的處理 但是你又不能不migrate 如果不migrate的話呢 就會造成能者多老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呢 這個代價是很大的 好 休息一下 繼續 我們剛才在休息前呢 就提到這個 Test Migration 然後 注意到這東西呢 我們嘗試呢 用 就是 這一份 這一份 教材 所提到的一個 流程 然後 最主要就是我們希望從 Button Out的角度 帶著大家就是 去 實作一個 經典的一個操作 然後之後呢 你去看Linx Kernel的時候 你才知道 它是怎麼回事 因為Linx Kernel 所面對問題的是 更複雜的情境 因為很多呢 就是說 可能基礎呢 還不踏實的時候呢 就直接去看Linx Kernel 然後就會發現說 有看沒有懂 然後或者說 在那邊繞一大圈 然後我這幾年 就希望帶著大家去 從這些比較 相對單純 但是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尤其是Concurrent的程式 Luckless的程式 這也是為什麼 在這學期呢 很多題目的 都會提到Luckless 因為Linx Kernel 很多地方 都是這個 必要做的機制 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有些教材 因為寫作的時間點不同 所以導致有些內容會 重複出現 我還在整理 好 那今天我們來講一個案例 要講這個 Concurrent Link List 然後這個 Concurrent Link List 這個東西呢 你注意看這張圖 有沒有印象 這張圖在什麼時候出現 在第一週的 課程介紹 講到對不對 我們講到這個Skability 然後呢 我們提到Skability的定義 就是在說呢 給你更多的硬體 對吧 給你更多的資源 然後呢 你可不可以去 你的 你的 吞吐量 吞吐量就是單位時間內 能夠做的事情總量 這麼叫吞吐量 你隨著資源的提升而更多 然後你看到這邊來講話呢 你看喔 在綠色這條線呢 紅色沒什麼好講的 紅色就是 紅色看起來就是 不會隨著硬體資源的投入 然後有更多 更大的吞吐量 綠色這條線有趣的地方是 在四個執行序之前呢 其實是吧 給你越多執行序 它就會提升 在一個線性觀點 接著呢 在超過四個執行序之後呢 就把點軟 它崩塌了 英文這個字叫做collapse 就是那個崩塌 然後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在實際上會發生 然後像 OSDI啊 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SOSP跟 SOSP SOSP OSDI還有 Useless ATC 都只叫做 就是系統軟體界的奧斯卡 它這個難度非常高 那我們 今年很很榮幸 我們成功大學的團隊 終於呢 終於呢 在這個 在OSDI 創立三十年 創立三十年的時候 終於 終於我們有一篇論文 創校第一 就是本校創校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九十年吧 快九十年第一篇吧 創校九十年第一篇 然後 這個OSDI跟SOSP 他們都是那個難度非常高 那難度很高 因為他都是要解決實際的問題 那他的那個 議程委員呢 他不知之來就是學界 還有很多產業界的人 而且這些產業界都是有頭有臉的 IBM啊 那個 Google啊 Facebook啊 Intel這些這些這些 世界一流的公司 然後呢 像 OSDI跟SOSP呢 他的 他的論文裡面 就有特別 他的那個 Code for paper 就有特別跟你講 他要求你做實驗的時候 不准 只有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呢 有些人會 投稿的時候呢 他就會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 他的確 測量出這種東西 但他就有個小技巧 他就列出 直列出四個字進去 主要這樣的話呢 會被 OSDI或SOSP 所謂的頂會 頂級研討會 的議程委員認定什麼 認定你這個東西呢 是由 呃 就是部分揭露的議題 那這個 這個很嚴重啊 嚴重會撤稿的 就是那個 如果你被抓到的話 會就是 總之他們很多 很多審查 所以呢 他還要 還要求你去 繳繳原始的程式嘛 就是 讓這個委員會 可以審查 就很很 需要很長的這個 很長的一個 分析啦 那像我們也是 被拒絕了幾次啊 我們拒絕五次啊 差不多被拒絕五次 這幾年啊 然後 呃 有一個很 有一點大原因是因為說 我們對這種 對這種 實驗不夠了解 很多時候我們撤到這裡 就覺得 謝天謝地 我就就是達成這個效率 哇這個線性關係好棒啊 但是會有可能會有種崩塌 這個崩塌是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呢 你看到 一旦崩塌的時候 有可能還比這個 不使用 並行的程式來的差 也就是說你用 單一執行序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還效率比較好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就是說 在並行的這個世界呢 整個問題呢是很 很多元很複雜的 那我們這邊呢 按例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 希望呢 你去思考 怎麼去提升它的表現 好 那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 第一張圖跟第二張圖 有沒有發現什麼不一樣 第一張圖呢 會有這個collapse 那第二張圖呢 這個線性關係回來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我們在看的話呢 顯然綠色的這條線呢 是我們預期 預期呢 它有個線性關係 然後 紅色的其實呢 它不是單一執行序 所以紅色的它是lock base 但是說呢 在多個執行序 要去存取到 要存取到link list 這個時候呢 其實在lock base的實作呢 其實等一下 其實就像單一執行序 而且它可能還比單一執行序來的差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條線 還略低 單一執行序的時候其實比較高 對不對 然後多個執行序的時候呢 這樣 它就略差 然後 那注意到呢 這個scapity呢 這件事很難 然後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探討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 我們稱為叫做concurrent ll 那這邊是依序這篇論文 依序這篇去實作的 那 這個實作呢 也稱為叫Harris 就是因為作者是Timothy Harris 也稱為叫Harris algorithm 然後這個實作呢 相對比較近 就是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才出現的 那 這個不要看錯了 這LL不是II 不是說concurrent的第二個 不是啊 這是LL link list的意思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實作裡面呢 就有提到什麼 Harris的這個論文呢 就有提到說呢 一開始的那個link list 你不能只用這個 Atomic Compare Swap 因為呢 你看喔 假設我今天的排 我的link list 就是order order list 就是說我的排 我的每一個 每個節點 都應該依據特定的順序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 就是應該以小排到大 那你看喔 我一開始就去指定 它的head跟tail head呢 就指向10 那tail就是30 然後剛剛那邊說什麼呢 當我呢 在目前這個 目前這個 就是10 下一個是30 那head指向10 tail指向30 對吧 那我現在要插入一個20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要插入一個20 然後準備刪除10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要求 這是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requirement 但是要滿足這個requirement呢 其實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呢 因為我們的插入20 跟刪除10 這些東西呢 其實還是有順序問題 到底是先插入20呢 還是先刪除10 這個是什麼 這是 這是有 這是有問題的 好 先來看程式嘛 就算你用compare automic跟CS automic compare swap 那你去實作的話呢 會有delete跟insert 對吧 然後但是呢 因為這兩個操作呢 要不全部完成 個別是 要不全部完成 要不全部失敗 所以再講一次 上面呢 這上面delete的操作是 要不delete全部成功 要不delete全部失敗 好 同理 底下呢 是要不全部成功 要不全部失敗 但是這兩者的這個CS呢 沒有保證哪個東西做 好 好 那問題呢 如果呢你先insert 就是insert20 然後再delete10 這個東西是符合預期的 因為我新的tail就變成20 新的head變成20 新的tail變成30 對吧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先做insert 你看到 先做insert什麼 insert20 你先做了 然後呢 你要去delete10 那這個head就怎樣 沒有更新到啦 因為應該說 因為你insert做的 你什麼 你先insert20的時候 然後呢 你看一個悲劇什麼 悲劇的是 它的那個前後順序 沒有怎樣 沒有 講出來 你先做delete 先做delete delete什麼 delete10 那你delete10的時候 你看到 delete先做 那先做的時候呢 這個tail會更新嘛 不是 head會更新 tail不修改 然後你看到 先做delete的時候 那head跟 移到 被指到30 對吧 然後這時候呢 我就去insert 那insert的時候呢 我其實呢 是依據我讀到的 的order list 的 所以顯然這個樣子 結果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時候什麼問題呢 是什麼 它就需要一個mark 還記得我們之前在講 那個atomic程式的時候 是不是有講到一個 whatmark 所以注意到 其實在lock list的程式呢 其實都需要一個 額外的mark 或是whatmark 說什麼呢 它需要一個記號 所以這邊來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移走的時候 我要做鱗木操作的時候 不會真的去移走 我先標 不要說 這東西有入障 不要急著標 到時候再把它 在什麼 到時候再把它 去拆它 所以你看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標示本身呢 這個東西是 只要移到atomic操作 所以知道 這邊只要移到atomic操作 因為 我們沒辦法保證 insert跟delete的 這兩個CS 它是怎樣 兩者同時成功 或者兩者同時失敗 這件事做不到 因為atomic operation 其實它有限定它的範圍 還記得嗎 為什麼會有ABA問題 因為呢 我明明改變的是 整段機體內容 或者一個區域的機體內容 但是我永遠都只能追蹤一個指標 追蹤一個primitive type 比方說integra long這種primitive type 我沒辦法追蹤整個機體範圍 這也是為什麼 在luck free的程式設計 它那麼麻煩 然後呢 接著標示 整個就是一個難度 標示本身的神協定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能再用額外的空間 我雖然想標示 但是我不能用額外的空間 因為用額外的空間 就意願什麼 因為你要去掃描範圍 越來越大 所以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技巧 什麼呢 我們直接呢 在標示的時候呢 直接用什麼 用紅灰樹學到的方法 我們直接用低位置 所以你看 我們呢 直接用最低的 其實這不是最後一個位 應該是最低的位遠 當做個mark 然後呢 所以你看 這樣的話呢 我們不需要額外增加 在結構體增加新的成員 只要變更最低位 把它設定成1 就是說這個節點 即將要被淋木 否則呢 就是要把它恢復起原狀 所以你看 我們在講那個 紅灰樹的時候 這時候又用得到了 對不對 帥吧 然後呢 麻煩地方是什麼 麻煩地方不是只有上面那個 麻煩地方是怎麼去實作搜尋 還有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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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东西很麻烦 好,那你看到 insert来讲的话 就是显然我们需要用到这个CS 对吧 这是我们用得到的部分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有可能失败 所以它需要一个什么 搭配一个復活圈 然后呢 这些难地方是这个search 就是我要找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 我要insert那一刻 我要什么 我要是 确认说这个两个节点是相邻的 所以你看到 像刚刚那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先做吕目 还记得吧 先做吕目 然后呢 再insert就会出事 先做吕目 再做insert会出事 所以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我在insert的时候 我要确保说节点跟节点之间的资讯 然后这件事呢 我们不能依赖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所以你看到 lock free难地方是什么 我不能依赖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所以我现在就像你在马路上一样 在台湾的马路上骑车 所以其实你看 台湾人应该对病行要很熟啊 对不对 因为你守法不代表别人会守法 对不对 你说你要告发他 但你要先活到可以告发他为止啊 对不对 要是我当年的被公车 撵过去 你看 今年就会有这种不幸的事情 对不对 有一个恩爱的家庭 对不对 这个什么 哎呀 这个小朋友啊 跟那个母亲 就被撵过去了 那一个 一个丈夫 而且他还是外国人 那就是无能为力 被撑撵过去了 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 你不能假设每个都合法 对不对 都符合这个规范 而且你说 公车司机会不会遵守规则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 这个司机 真的是在这个 lock list就是这样 就是呢 你呢 就是额外要有个规范 所以你必须要很有弹性的去做事 所以音色不是 杂杂去音色而已 你要去看说呢 你要确保说呢 我要能够写是什么时候 是我要确保说 前后的节点是相邻的 你要把之前状态去做检验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有个mark 为什么会有个人去检验 当时当下的状态 好 那现在显然 后面这段成不上 你应该看懂 所以现在显然困难的地方在哪 是search 这个search要怎么做呢 可以找到相邻节点 而且中间 什么叫相邻节点 就是中间没有被标记的节点 因为我要捋目的话呢 我要干什么 我不会急着捋目 对吧 我不会急着我要去标示 所以一旦中间有遇到这种标示 说它不需要的话 我就不能去做音色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search最难的地方 好 注意到 所以它其实要先比大小 它不是只是找到你想要找的节点而已 你要找到一边大的一边小的 尤其是order list order list 我们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它那个顺序问题 好 然后呢 直接看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靠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能念出来 你可以念 我不能念 这段程式码就会搞屁 对不对 就是 你预期一个linked search 应该很简单的嘛 不就是foil回圈 对不对 很多同学觉得foil回圈 不就很简单吗 但这件事为什么变得复杂呢 因为 你走访的过程中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会得到 中间状态的 也就是被标示的 所以一旦我遇到mark的时候呢 对不起 那一次的检索呢 就是无效的 遇到被标示的话呢 接下来就要找 没有标示的 所以我在检索的时候呢 必须要找 就标示说 它没有说即将要被删除 不行 好 所以你看中间呢 就用了几个地方 这边会有些s 但上面就要去找 找到说我相连的节点 是一个符合order list的顺序 相邻而且是依据我们的顺序 然后 那这边呢 就有一些规范 然后你看 所以这是为什么 lock list它不见过比较快 因为上面的代价 就算你程式码没有认真看 你也可以知道 上面程式码很烦 而且一直在检查 好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就请你大批去看 那有了search之后呢 你 你就可以看 看那个delete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还有证明 要证明它的正确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一直到今天来讲 Linux的Atomic 其实还有很大的感情空间 因为当年呢 在实作的时候呢 的确有一种 某种方法是 因为其实 之前有很多实作呢 其实就是做实验 然后在某些情境 做了几次实验之后 反正没事 那就继续做 但是现在来讲话 Linux Kernel 现在严格的 包含说各位 投入Linux Kernel的时候 因为我预期呢 大家在现在 因为毕竟我们任务课 开在高年级嘛 所以就说 你可能是在 大学三年级 大学四年级 硕士一年级 二年级 然后你可能 工作一阵子 有机会 投入到Linux Kernel 对吧 然后 到时候 等你投入Linux Kernel 真正投入Linux Kernel 可能是三年后的事情 三年后呢 对不起 一定会更难 这是我们可以预测的事情 这不用预测 这就是更难的吧 今天不学 明天会更难 你一定 再苦也是赶快学 因为你不赶快学一点 东西 还没到皮毛 不然以后连皮毛都摸不到 至少现在还有机会 开一点 然后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这几年Linux Kernel 在坎坷花很大力气 而且很大问题是在证明 这也是我觉得 尤其呢 大学不是念 资讯工程系 不是念电机系的同学 其实很棒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念数学系 念物理系 其实你对证明 其实相对是熟悉的 反过来说 我们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很多时候 证明都不太行 对吧 你懂了 就是 对 就是 我们虽然念的是理工 但是其实大部分 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数学都很差 所以我不是 故意讲什么话 但是就是 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不对 就是 什么叫数学好 你有办法证明吗 对不对 你要光是证明说 你自己写的程式是对的 你都可能讲不出什么 说一来 更别说这种复杂的情境 好 那这边路 请你花时间去看它 那我们这边有帮它 摘摇一些重点 就是说 确保说 它总是怎样 符合 Lockless的规范 也就是说 不管怎样 至少有一个执行区 会有进展 那这个东西有很重要的 这个Progress的证明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是一个效能评比 那效能评比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是使用Mutex Dark的话 你可以看到 红色这条 就是醒来 醒来就是 它的每秒能够处理的 就是 每秒能够处理的事情 就少很多 然后 那这样的话 就是Lockless的实作 尤其在多核的情况下 那其实它可以 有更好的Scapacity 但是不代表说 短期内的Lockless也是好的 就是要看时间跟场景 如果你是在单核 或者说在一个 很有限的情形下 其实Mutex Dark 实作有可能会比Lockless来得好 因为Lockless要考虑 是个痊愈的 好 那这边呢 这个部分呢 请你也花点时间去看它 那这个东西 跟我们之后的测译体 有关联 就是讲那个 生态者消费者的问题 反正接下来几周 你就会看到一堆 生态者消费者的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呢 就会来 我们在下周 会来介绍RCU 然后呢 我们这周讲的内容 就是为RCU做准备 然后注意到 2001年Harris 他有 刚才讲那篇论文 那后来他又 就是后来有另外一篇论文 在Harris的这个论文基础上 又去 又去改进 他的那个Lockless 那这个我们在 应该有机会在这学习 我们再继续探讨 那我只想提醒你 提醒什么事情呢 就是Lockless 要考虑的议题 就是这么 这么多元 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 好 接着我们讲一些案例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呢 就是介绍Hazard Pointer Rain Buffer 还有这个Squid Pool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 简单的Squid Pool 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个 更复杂的Squid Pool Hazard Pointer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我们在讲这个 并行程式设计的说法 其实呢 不只刚才讲要怎么正确 其实要释放机体是一个困难 因为我不能依赖Muteus Luck 对吧 因为 因为你看哦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目标是不依赖Lock 不是完全不Lock 是说我不依赖Lock 然后达到我们所做到目标 这个叫Lockless 然后呢 确保说不管怎样 至少会有一个执行序 会有进展 这个叫Lockfree 但是不管怎样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呢 就是释放机体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不能随意的使用Lock 任意的使用Lock 会违反Lockfree特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玩的 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去释放机体 这时候呢 就跟机体释放 就是我要有一个机制去回收 就像刚才提到 我们刚才就是标示 对吧 因为刚才另一个list 其实它没有做机体释放 对吧 你们发现 它没有释放机体的 所以呢 如果我要有一个机制呢 去释放机体 你发现这件事呢 其实很难 第一口不能依赖Lock 然后呢 因为吸源 它也没有那个的嘛 也没有机吸 就算呢 其他城市员有机吸 我们的机吸也要concuren机吸 就是concuren做 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呢 很麻烦的东西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其中有一个做法 是叫Hazard Point 然后注意到Hazard Point 是算简单的 虽然你等一下看的时候 还会头晕 但是注意到 这是简单的 再提醒 这就是简单的 我们之后讲的RCU是复杂的 而且不是复杂一点 复杂很多 RCU相关论文 我之前数过 跟RCU有关论文 你可能要看175 179篇论文 才有办法理解RCU在干嘛 对 不要怀疑 这个RCU不是看一篇论文就可以 就是那个RCU的文 维护者 那个 这个 Paul McKinney 他列出了100多篇论文 然后他就跟你说 他就说 绿者者 发 音音论 就是我不能念出来 绿者 发 论 paper 就是叫你读一堆论文 然后呢 但是也不要太沮丧 因为呢 他意思是说呢 如果要跟他一样专业 要读那么多论文 那但是我们的 尽量呢 还是设计一个教材 去跟他介绍这个 RCU同步机制 然后 反正我希望大家理解到 一件事就是说呢 这些并写的东西呢 它很难 而且呢 你没办法抗拒它 因为你在21世纪 你在一个 非常活跃的 Kernel的技术的社群 所以你越慢学 就要接触它 我在以前 1997年 我学LinxKernel的时候 对不起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1997年电脑呢 就是单核 1997年 谁跟你SMP 1997年 连多指引讯都不用考虑 当然对不起 现在不一样了 然后 所以我不会说呢 我过去呢 说 我过去呢 可能1997年 就 开始学Kernel了 过年多久 我就可以开始 贡献程式码 我绝对不会说 当你有 因为那没有意义 因为当年的难度 跟现在难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 LinxKernel前十年 都还在探索 还在 距离商用应用 应用还深 还是有一段距离 虽然 雅虎这种公司 开始用LinxKernel 来架设伺器 但是 LinxKernel在前十年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成熟 但是呢 在21世纪 对不起 21世纪 LinxKernel是全面的提升 那所以整个东西 很多机制变得非常复杂 然后我们讲RCU 就其中一个环节 然后呢 我们讲Hardard Point之前呢 好 再讲一下 Hardard Point之所以要讲 是因为 你需要理解 怎么在并行的 程式设计里面 释放机体 然后 Hardard Point呢 又是理解RCU 一个前哨战 就是它是一个 更早之前 你要理解的议题 然后 那我们希望呢 从BartonR手段 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呢 探讨LinxKernel的东西之前 可以自己实作一次 比方说我们自己 可以实作这个红灰素 你看 我在第三周 给你一个红灰素 第四周 又给你红灰素 用不同手段 实作红灰素 然后呢 你中间可以理解到 真正要实作一个 完整的红灰素 绝对不是 像课本上 或者像一些考试 画画图 写个修多课就可以 不行 我们就是要写出诚实嘛 而且是高效诚实嘛 好 那我们甚至还要求 你去做效能分析 这个我们之后 有一些这个 相关的这个练习 不是 你很快就会看到 测验体看到这样的题目 然后 RCU算是大母王 如果你对 Ninus科同RCU 有一定认知的话呢 那恭喜你 你已经超越 绝大多数 在里面探索的人 因为即便呢 是很多很资深的 开发者 也不见得可以了解RCU 但是换个角度想 这就是我们课程在意的 对不对 你不懂 我们就要跟你讲 然后你很难理解的事情 我就要跟大家谈讨 好 接着我们来讲那个 名词解释 我们很重视这个 名词解释 然后那个Hazard 这个你知道 对岸有很多翻译 就翻得很糟糕 其中呢 军事他翻译就是 他也不会去顾虑说 一个用词好不好 然后呢 就把有个翻译翻得很惨 翻得什么冒险 真的很生气 像CSAPP呢 那Hazard就翻译成冒险犯难 不是 Hazard呢 他其实是讲危害的意思 然后呢 危害你说 另外一个这叫Danger 最大 Hazard是可数名词 Danger不是可数名词 就是那个 就是Indanger 对吧 我们讲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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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Indanger 对吧 Indanger of 对吧 就是说 在危险之中 那注意到 这个就是什么 它是不可数名词 危险本身呢 是吧 曝险 对吧 你看最近很多银行爆掉 就是那个 最近很多那个金融问题 对吧 这就是Danger 然后呢 Hazard是什么呢 Hazard是 它是一个潜在的危害 它不会立即有危害 所以那Hazard point 并不是说呢 你这东西就会怎样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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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曝露一个什么风险 不是 我们讲曝险 是说呢 你这个公司营运 或是说 你公司呢 是什么 支不抵债 对吧 像这个之前那个矽谷银行 对吧 它倒闭 那美国联邦呢 很快去接管 其实就是 它就是Danger 对吧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加S嘛 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不可数的 但是Hazard呢 是一个隐患 所以 为什么叫Pipe Line Hazard 因为 你看 你看 为什么 为什么在学CPU的时候 叫Pipe Line Pipe Line Hazard 对不对 而不是讲Danger 对吧 因为Pipe Line Hazard 不会每次都发生 注意到 而且呢 它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去 一定程度的去消弭它的影响 但Danger不是啊 曝显了 对不对 你银行就是支不抵债 你的公司就是支不抵债 FTS这样 支不抵债 所以它就是要清算 它就是要 有一套方法 然后 一定会有冲击 那当然 有这些Danger之后呢 就开始有监管 你看像这个台湾的金管会 最近又宣布了 对于这个加密货币 要这个额外的监管 其实就是这些事 然后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Harder 朋友的Harder 是不会立即发生的危害 隐忧 比方说讲Health Hazard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什么 健康的隐忧 或是Savity Hazard 对不对 这边讲的Savity 不能翻译成 它不是那个安全以上 因为你知道汉语很糟糕 汉语比方说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那个字是什么 Insurance 然后你会翻译什么 你要翻译保险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有当过兵的同学都知道 当过兵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你要去射击 对不对 就会上过军训 对不对 射击 然后你要什么 保险酸 对不对 就是你要 你要不要 讲出来 就是你要开保险 对不对 然后呢 注意到那个保险呢 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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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寿保险 那个保险是不一样 是英文 就完全不同的字 但是神奇地方 汉语是翻同个字 因为汉语呢 我们跟人家解释过 汉语呢 这方面是讲不清楚 汉语花很多力气 均均分 均臣父子 然后什么 兄弟姐妹 然后那个亲戚 汉语呢 把很大力气用在这种称谓上 就是你看有些教授跟你说 宁 他说 你写信的时候没有说 黄教授宁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汉语花在这种地方上 导致于呢 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好好的翻译 那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只好保留原文了 因为汉语不存在这种词 对不对 就是 你真的要翻译还是可以翻隐忧 但是就是不好翻嘛 你说隐忧指标 对不对 听起来很奇怪 但总之呢就是说呢 他讲的这个隐忧 你大家猜出来什么 就是在并行的程式设计中呢 就是这样 释放记忆体 就是一个隐忧 他不会立刻让你的程式不能执行 对吧 但是呢 你不去释放 终究会出事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有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呢 也请花时间去看他 讲什么呢 就讲说这个 是单一 单一生产者 多个消费者 的情境 那 他这个 这个情境呢 可以用到这个 Hazard Point 好 然后呢 我们把Hazard Point 可以把它简称叫HP 像我们等一下 会看到程式码叫HP 然后呢 他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他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不能当下 立刻 立刻释放 像你之前写程式的时候呢 就是让你当下去 释放机体 但对不起 Hazard Point 就不让你立刻去释放 他维护一个东西叫 Retire List 那也可以叫做 Thread Free List 好 注意到这个写法 像有一些机体配置器 他就用这个词 就是叫 Thread Free List 好 总之就是说呢 他不能在当下 立刻去释放 他用 自己维护一个结构体 自己维护一个 机制 让你呢 去追踪呢 去讲说呢 我要怎么去管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 我们在存取 记忆体的时候呢 就提过 需要透过这个 HP Hazard Pointer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之后呢 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 逐步的去释放 那我们就要 去理解那个条件 所以呢 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想要一个程序可以写入 然后被多个执行 你看到 单一写入 多个读取 单一写入 多个读取 那最后RCU也是这个风格的 我们讲 Hazard Pointer 也是为了下周 在讲那个RCU铺层的 好 然后呢 在这个操作来讲话呢 你需要维护两个 就是说呢 你需要 有一个叫Hazard Pointer 然后另外一个叫叫Retail List 或者叫Threaded Free List 然后呢 Retail List 或者是Free List 就是什么 尚未释放 但是要求被释放的机体 那像这个前面讲的 Concure Link List 其实它也可以运用到 这个Retail List 我们下周 或者接下几周 还会跟大家介绍 相关的变形 然后 在Hazard Pointer来讲话 重点就是要去标示 好 那所以呢 你要安全的释放机体呢 就是要确保什么 确保说放在Hazard Pointer 里面的指标 不能被释放 因为它有隐忧 好 然后呢 要求释放的话 先放到Retail List 然后之后呢 你到某一个时间点呢 才能够去扫描Retail List 然后之后真正释放 给作业系统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在事实上呢 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很多方式 有一个经典解决方式呢 叫Refense Counting 那如果你注意看 注意回想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Linus的 Linus的 Linus的 Kerno Module Linus的Kerno Module在哪里啊 Linus的Kerno Module在哪里啊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Linus的Kerno Module的时候呢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里面其实就提到那个Refense Counting 这边在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讲说 Linus的Kerno Module呢 你Inset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Dependency 那有相依关系 比方说A 依赖B 所以势必要B先载入 然后呢 在A A才能够载入 而且呢 B有可能会被其他的 比方说 被 EFGH 这些模组 持有载入 那所以载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相依关系 而且呢 它会去记录说呢 到底目前被用了几次 你看哦 既然B呢 被那么多核心模组所使用 所以呢 它又必须要设定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呢 就是说 如果我要去释放B 我该 在什么时间能够释放 其实就依赖刚才讲的Refense Counting Refense Count 这个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 Refense Count 那这个就是意味着 目前的Refense Counting 所以这样 这东西其实呢 我们在 哪一周呢 我们在 第五周 第五周呢 其实跟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 你懂了 你当时可能没注意到这件事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来看 环环相扣的 好 那你各位 在Refense Counting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每个执行区取得Refense 就把它的Count加1 那解除的时候就减1 那这个东西呢 在Links Counting模组呢 运用的很多 但是呢 问题来在哪里呢 因为 Automic操作呢 就是 Automic Instruction呢 其实它只能什么 只能锁定 锁定 一个指标 或者一个数值 而且它是有明确确定范围的 那所以问题来什么 就是你同时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同时要保护的是 一个指标 跟它的Refense Count 就是 你看 我每次使用 我就是记一个数值 但是问题来 你要保护的标的物是 指标加Refense Count 那这个写来 不能用前面讲的 那个Concure Link List的 那个解法 就是那个Mark 因为那个Mark呢 是用了我们什么 ABI 就是依据那个Alignment要求的 那个最低的两个位置 对吧 就是最低的两个bit 那Count呢 我可能次数很多嘛 所以两个bit 显然是不够用的啊 所以往往呢 如果你要让它能用的话呢 其实你要搭配一个Double的Compare Swap 就是它不是只是保护一个word 可以给两个word 或者更大的 就是 它是个特殊指定 但是这个通常讲 它是成效不张 因为你花很大力气 在保护你的指标 那指标凑凑又是 非常批凡的事情 然后呢 那当然还有一个 消极的做法 就是呢 过一段时间再删除 例如说呢 整个城市执行完再删除 但是这个等待时间是未知的 这个也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释放记忆体 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不去释放记忆体的时候 系统支援会怎样 会被占用 那这种支援被占用的话呢 后续的城市可能就无法执行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一种解法 但是呢 它会让你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才能够做这些事 好 然后 第三个方案是什么呢 第三方案就是说呢 用一个 用一个Atomic的Compare Swap 来交换两个相应的Word 然后 那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什么 需要额外的指令 那而且呢 如果说你的资料困度比较高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要同时处理Object 就是那个 这边讲Object就是那个 那个指标的 指标的那个 例子跟它的内容 所以我们用Object这个词 就是因为 因为你读到指标是一个 指的地址 我们再也是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你看哦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CS呢 其实需要大范围的CS 那大家注意到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在现在的 的处理器呢 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挑战 好 那Harder Pointer呢 就完全改变了 思考方式 Harder Pointer呢 就是直接 首先它限定一个标的 但是单独多写 Single Writer Multiple Reader 所以注意到哈 单独多写 然后呢 注意到一个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做到多读多写 多读多个 多个写入端 多个 读取端的话 这个需要 很大的调整 所以首先呢 Harder Pointer 它做一个 限缩范围 所以这样 所以其实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那个 为什么刚开始 举那个例子 我举我 骑假车的那个例子 就是因为其实呢 它是要建招拆招 它没有个通用解法 跟你在学Muteless Luck 那些东西 很不同的地方是 你在Luckless的世界 你必须要 针对某个情境 就要去设计一个解法 设计一个 演算法 设计一个特定的实作 而且呢 很可能在扩充的时候 它就 就不能用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哦 这跟前面讲那个 Concuring List 其实很像 很像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要去比对 看到 比对呢 每一个reader里面呢 有没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一个 匹配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不可以去释放的 所以你看回到刚才那图 就是说呢 这个是我们 预期呢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释放的 那这个我们就去比对呢 这个要释放的东西 存不存在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些讲啊 我在释放的时候 其实也涉及到什么 也是涉及到比对 所以这件事呢 它不会立刻完成 但是呢 有一些数学证明 就是呢 这边是有数学证明的 证明说呢 HotterPointer 它至少在多少个步 多少个次操作 是可以完成的 好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一个HotterPointer里面呢 它就是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Link List 它会去指向下一个节点 它会去指向说 这个节点是不是被使用 然后呢 去指向这个 这个节点的首个开头 然后呢 指着里面有多少个值 然后呢 再来是真正呢 要去描述的 物件指标本体 好 那里面呢 就会运用 大概这个 Compare Atomic 好 然后去看到说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可以去取得 这个HotterPointer 好 那首先就看说 有没有已经存在了 好 所以先看 好 有没有已经存在了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我就去变更什么 变更里面的 这个Link List 好 所以你看到 这边为什么要先讲Link List 因为这个东西在 HotterPointer 也会存在 好 好 那接着呢 你可以要一件事是什么 这个就是 其实HotterPointer呢 就是Concure Link List的变起 好 然后呢 中间有不依赖Lock 但是要确保说 城市的执行是符合预期的 好 然后呢 现在有一个很难的操作 就是Scan 还记得 那个 对应到Concure Link List 前面那个例子 南的地方就是Search 所以这边的Scan 其实也很麻烦 好 然后注意到 这边解释的是原本这篇论文 哪篇论文呢 这个 这个 Lock Free Data Structure with KhotterPointer 那这个都是05年的论文 然后后续还有更新 那其实后续呢 就是 可能我们下周吧 下周会来跟大家介绍 这篇论文呢 其实它的实作 还不够好 所以它是可以释放机体 但是呢 实际上还不够好 好 那这边呢 所以刚刚讲的东西是 那个原始论文的内容 那我们这边就 就用一个简化版的 那个C-11 Automix的操作 那详细程式码呢 请你看那个List2.c 我们的测验题里面呢 从本周开始就会遇到 那个 会遇到Atomic Instruction 那它 很麻烦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4月4号的那个测验题 其实让大家有相对长的时间 可以去作答 就是最主要就是让你理解 你现在面对的东西有多难 但也不要觉得挫折 就是你有一个学期的时间 不对 你有三分之二学期的时间 可以去改进 可以去想懂它的问题 然后注意到我们这边 这个实作呢 其实跟上面讲的那篇论文呢 概念是相似的 但是我们把某些条件 做调整 比方说呢 我们把Active 就是在原始论文里面 有提到Active 我们故意把Active这个特性拿掉 那这个好处就是 可以降低我们实作的困难度 那需要刚刚提到的 Hazard Point本身呢 其实就是Cunking Link List的变形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同一个执行序呢 要针对同一个地址呢 去做释放 就必须要走访Hazard Point 所在的链接串列 去求是否有相同的地址存在 如果存在就不能释放 然后Retire List就是去预定去做释放 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时候呢 才能够去释放 所以这两者呢 就是一边是去Aquire 一边是去Release 但是这两者都需要去走访 Link List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跟上面的Hazard Point比起来的话 我们就大量的 经解我们的实作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记录的这个 指标 那为什么把它写成U-INT-PTR呢 U-INT-PTR呢 你去查 它其实就是整数 所以说这个 那你说为什么 整数为什么要特别写 为什么不用那个 用指标呢 因为呢 我们想要对这个值做调整 因为呢 比方说我们要在那边做记号 在那边做记号的话 就B-wise操作很容易做记号 那如果说呢 是一个指标形态呢 你就要先转型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U-INT-PTR底线T 它就是一个整数 它就是一个 应该说 它就是一个 符合Word的大小的整数 比方说这个Long-Integer 好 这个最主要就是 让你标示容易 那当然 你分身袋取用的时候 还要再转型 然后刚刚提到 HotterPoint的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Concure Link List 所以我们就 这就是一个Next 所以为什么 第一周就要跟大家讲Link List 因为Links可能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Link List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说它是Links Kernel 最重要的制造结构 也不为过 因为真的在每一个直信 都会遇到 应该说 跟它同样重要的话 就是红黑树 同样重要 只是说不同层次 Link List是线性的 然后红黑树是一个树状 然后呢 这个HotterPoint跟Retire List 其实它就是都会用到 这个结构体 HP 它是一个最小的单元 然后 再来是说呢 我们为了要操作便利 我们给一个Domain 这边这个Domain呢 这边Domain就是说呢 在我们操作范畴 其实它 你可以叫Domain也好 叫Scope也好 反正就是个名字 我们就是说 在你试用的这个 应用的HotterPoint 有效的范畴内 因为HotterPoint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的存取的必定是什么 是左边看到这个HotterPoint 右边Retire List 左边呢 是只有在符合特定的情况下 才可以Aquire 右边呢 是符合 右边的Retire List 是什么 在符合特定的条件下 才能够Release 所以 AquireHotterPoint 跟Release Retire List 里面的元素 里面的成员 都需要 符合特定的条件 然后这些东西都需要Scan 这是什么 在论文里面 其实花很多力气来讲这件事 然后我们底下呢 就是 在说这个 然后 好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有这个指标啦 还有Retire List 这我们就去描述 描述 所以这边写来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HotterPoint 真是纯HotterPoint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Retire List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释放记忆体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我们想要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 自己定义的 这是一个技巧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Function Pointer 在结构体内放一个Function Pointer 然后去注册 去注册这样一个 释放机体操作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我们前几周的测验体 应该发现 就是这个很常见的技巧 好 首先呢 就是去更新我的List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用到了什么 Atomic The Load Atomic CS 那这个东西就是走访 走访节点 你看 前面东西看懂就懂了 然后底下呢 就是 去判断说 Instagram Append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去判断 看着说 我是否存在 然后底下呢 是铝幕 那铝幕的话 注意到这个 就是 我只有符合特定条件 我成功去铝幕 所以我们要去看说 我只有符合特定条件下 然后这东西 你看 我用到Atomic CS 然后呢 我搭配一个回圈 这个Iterator 其实就是 你看那个程式码 可以想看那个程式码 它就是这个符合圈的那个包装 我们学习Linth Kernel 学习Linth Kernel风格 Linth Kernel Iterator 好 那底下呢 我要去判断说 是否存在 对吧 就是在Core之前 我要去看它是否存在 所以我们这有一个contents 去做个判断 然后 这是我们自己注册的 那个 Hardone Point的 那个 去free free的操作 就是走访 走访每个节点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在Hardone Point的 那个 Acquire 跟Retire List的Release 这东西必须成对 所以这边来讲话 比较小看这件事 当我在Load的时候呢 这个在Load 做什么事呢 就是 我要 去Acquire 特定的 在读取端呢 在 它去 它去载入的时候呢 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 一样也是要什么 一样也是要 有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Atomic CS 去确保说呢 我现在的 我现在读的东西呢 是否真的 已经在里面存在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取得 没有的话呢 就什么 你就要等到 下一次 我可以写入的时候为止 好吧 现在是我可以更新 那个 那个 Hazard Point 那个List 为止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这边东西就是 这边有个Load 那接着呢 会有个 Swap的操作 这边Swap 在做什么事情呢 Swap 你要搭配程式码去看 就说我们这边来讲话 Swap Swap 那边 然后 注意到 就是我们 有一个Reader 有个Writer 这边 什么一个Reader Writer Writer来讲话呢 我们就是 我们就写 写资料 然后呢 写资料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这件事 我们呢 就是写资料 然后呢 接着我们去 呼叫这个Write 谈诗 然后 那我写的时候呢 注意到 我写的时候 因为我不能用 用Blocking Lock Blocking Symbolization 所以呢 我这边写的时候 很麻烦啊 你看到 就是呢 我其实写的时候呢 我是 我先准备一个 我想要写资料 然后呢 再Swap 然后这个Swap 必定要是Automic 所以上面呢 这个Write 就是一个 整个就是一个 Automic的Swap 好 在这边上 这种事情很神奇 对不对 好 你看到 这个Swap呢 就知道 一定有一个 Automic Exchange 而且它要去标示 标示那个 旧东西呢 它就不要了 所以 有一个Clear 去标示 但是呢 不会立刻完成 同理呢 在这边 我Write呢 就是什么 我持续写资料 然后去标示 旧东西不要了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呢 符合条件的时候 才这样 真正去把资料 去做释放 好 好 然后 呃 那注意到呢 里面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说 在这边来讲话 有个有个这个 Building Unreachable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标示说 后面的程式码 是不会执行到的 那让编辑器呢 可以大胆去做 做最佳化 那注意到 最佳化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编辑器最佳化 是先 Linus Quintle呢 不可忽略的一环 所以你看到 像这边来讲话呢 像这边来讲话 你看原本 假设我有个程式码 这是另外一段程式码 就像这样准备 那你看到 这个 这个就离开 这没什么好谈的 然后 有Fu跟Fu2 然后这两者的差别呢 这两者的差别就是 有没有那个 Building Unreachable 那一旦呢 你这边标示的话呢 你发现后面 这个 这边的程式码 就不会执行到了 因为呢 这边 这边就不需要 再执行下去了 所以我就标一个 Unreachable 那时候编辑器呢 就可以放弃的把后面都 都把剔除掉 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这两者呢 其实产生的程式码 是不同的 然后再来讲话呢 我们的那个 操作来讲话呢 其实我们CleanR 后面就不该再做事情了 好 那底下呢 是一些实作的改进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一样 你要看完那个论文 才知道这个东西 怎么去改进 然后在我们来讲话呢 就是我们会 要求大家 车问题的时候 会要求大家去 理解这样的程式码 怎么运作 然后呢 延伸问题 在车问题的延伸问题 还有后续的作业 就要求说呢 你怎么去改进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刚才HudderPointer来讲话呢 有一些方案 可以去 减少什么 减少记忆体的使用量 意味着说 这样的一个HudderPointer 可以做得更有效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上面的那个实作呢 其实它是属于 Lock-free 而不是Wait-free 那因为呢 就是我们没办法 确保所有的reader 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writer是单一writer 所以这个没什么好代表了 那这是我们的reader 我们的reader来讲话呢 我们目前的实作 其实只能确保说 确保说 至少有一个执行序会有进展 至少一个reader会有进展 然后 但是呢 注意到 像CS 不是 那个ASIU 我们在第一九周 要介绍的ASIU 就是它就更强的 更强的一个要求 它就对方面有更强的要求 然后 如果要做到这些事的话呢 就是 如果要去改进 这就是一个改进的方向 然后呢 如果你要做到multiple writer multiple writer的话呢 其实就需要额外的机制 这个呢 就有另外一篇论文 就是practical luck free 那这个就相对比较 比较新的论文 就我们前面讲 就是之前 上面参照论文是在2005年 那后来这个论文 是比较比较旧的论文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 一直在多外往前 那 晚点 其实接下来几周呢 你还会得到另外一篇 我们正在写的论文 我们还会发表 所以这个就是 就我们大部分教材是公开的 但是我们还发表教材 就会只有 只会发给同学们 然后 那其实就 我们就尝试再提出另外一个机制 那我只想提醒大家 就是说呢 Linus Cone一直都要往前走 所以就是 就是要 面对现实 你要把它抵达好 然后像这种 集体管理 alignment的问题 你们要把它抵达好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好 那我们终于可以来 推进到下一个部分了 推进到下一个部分 我们要推进到下一个部分是哪里呢 是在讲这个 讲什么呢 我们要推进到 讲这个 Linbuffer Linbuffer 哦对 讲那个 Linbuffer之前 我们讲那个 RCU跟那个 Hazardpoint的比较 这里下一个表格 这个 Hazardpoint可以把它检测叫 Hazptr 然后呢 Linus Linus RCU在这里 然后Linus Linus 也是我们刚才提过的 然后 注意到这边Linus 跟我们前面讲 Linus 有点不同 这个Linus 是这个Falling 就是 Meta 就是Facebook Meta的工程师 他们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Falling Falling你可以看到说 非常高竿 你可以在里面了解到 最新的 这个西元的 一些 一些 新的 就是 很新的那种 城市开发的规范 然后呢 你可以了解 这并行城市的一些 很厉害的实作 所以这个其实 其实 从Falling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这门课 也从Falling的实作 重新改写 或者是 重新实作 然后最主要 我们刚才讲 Linus 很简单 Linus 但是Falling 里面的Linus 比较强 我们先忽略这一段 因为这个是 显然我们现在 这周是没办法探讨的 好 那比较RCU 跟Hazardpoint的 我们预计在第九周 跟他介绍RCU 那其实他的行为是不同的 Hazardpoint的 其实他的那个 他针对那些物件 是什么 他是有限制的 其实他的总量是限制 被他的那个 Rutailist所限制的 但是RCU是很强的 他是unbounded 而且他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他可以做到wait free 也就是他reader 可以是做到wait free 这件事一个 很强的议题 然后 那Hazardpoint在实作来讲 只能做到 就是他的实作是有限制的 他就是wait free 然后呢 经过改写过的 注意到这也是forley的 forley里面呢 他有办法在某些部分 就是某些部分 他可以做到wait free 但是本质上还是wait free 那RCU呢 他是他很重要 他很大的一个调整 可以做到wait free 所以他需要额外的属性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以实作难度来讲 难度 难度 难度来讲话 就是Hazardpoint是简单很多的 然后呢 这个阿希伦的难度很高 注意到他的难度不是高而已 是很高 好 我们前进到下一部分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 Rune Buff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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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Rune Buffer呢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就控制这个Hazard跟Tail的位置 可以决定说资料读取 然后Rune Buffer呢 其实很多地方用得到 像PrintK 我们在这个第七周 有跟大家解释过 就PrintK呢 背后呢 也是Rune Buffer 但是不代表说 它是简单东西 PrintK在Ninxcom非常复杂 然后 我们一开始呢 如果要宣告的话 的确不考虑并行的话 你就是给一个指标 然后跟你讲说 现在Buffer的大小 然后现在什么 现在这个 Hazard跟Tail的位置 注意到位置 或是Index 这个什么字 这个是Index的复数型 好 那如果你要做写入资料 就Put操作的话呢 就是 先判断 Hazard跟Tail 谁大谁小 好 然后如果说 空间不够的话呢 就不给写 那空间够的话呢 就这样 空间够的话就写 然后就这么单纯 然后会用到这个 Mardule凝算 那不要小看 Mardule凝算 Mardule凝算呢 可以涉及到一个 最佳话 就是说呢 你看到 如果呢 这个Size 总是2的Me 也就是 A power of 2 那如果你对2的Me 做Mardule凝算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是把这个数 就是针对 做一个B-wise And 就是一个 这个数减1 比方说你Size是128 那相当于是 你Mardule 128 就相当于 就等同于 B-wise And 127 那这个之前我们讲 那个B-wise运算的时候 有提到 然后呢 Gate的话呢 也是相知的 前面是Put Gate 一样也是用到 Mardule凝算 然后你要记得 去更新你的Size 好 那如果说呢 你要实做出 并行的程式的话呢 你要运用 你可以运用那个Mutex 跟Condition Variable 那Condition Variable 去通知 通知什么 通知可写了 可以写了 所以你看 这个Condition Variable 搭配Lock的使用 跟你说 现在可以读 现在可以写 然后底下呢 就是一个初始化 这个程式码 自己看 好 那现在看Put 所以跟当名程式码的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额外加什么 额外加上 就是额外去保护 所以显然这个区域 是要保护对不对 因为有涉及到 Head跟Tail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Head跟Tail的保护 所以注意看哦 Head跟Tail 好 所以你看Put 去额外去保护对不对 就是保护这个空间 对不对 然后同理呢 这个Gate 这边MutexLock 也要去保护 保护这个空间 而且人家发通知 通知说可以读了 同理上面呢 就要通知什么 可以写了 然后这就发通知 底下有些测试程式码 请你自己去执行 然后那他就是去验证 验证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 然后他也去用额外的Python 去写程式 好 然后 好 那接着呢 这是使用那个 因为这个MateLock 这个MateLock 去配置记忆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我们要配置空间比较大 而且呢 我们配置的空间 因为我们那个Rimbuffin 我们可以自己设计 我可以针对特定情境 就是呢 因为其实系统的那个MateLock 其实他已经考虑到很多通用的情况 但是呢 因为我们配置的空间呢 我们是自己可以规划的 而且还记得我们刚刚讲 我们其实比较偏向呢 可以去配置2的密 2的密呢 因为刚刚讲过Module 那个B-wise运算可以有什么 可以把Module的转换成成本比较低的 而且呢 如果可以配置呢 是针对Page 我们知道虚拟机体的配置呢 是以Page为单位 那在电脑上 一般电脑上可能是4K 在这个 Apple Silicon上呢 可能是16K 这取决于不同架构的限制 总之呢 我们可以针对CPU架构 针对 对我们有利的方式去调整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想要去改写 改写那个 机体配置器 那我们这边用到Map 这个我们之后在讲 机体管理的时候还会讲 那总之就是说 我们想要自己去 变更我们的机体配置器 那直接讲这些它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有机会呢 得到更省的空间 所以你看哦 像这个 像 绿色的地方是Module 系统的Module 然后呢 呃 紫色的地方是我们自己的Map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其实都是Big One 就是配置更多空间的 呃 就是 越大的讯息呢 其实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特别调整过的Map 资料越来越大 其实它就有机会更快 那底下有些实验 去针对这个机体调整 然后所以 请你了解到一件事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 Lockless呢 其实很多层面去看 我们要看我们的设计 我们要看我们的实作 所以这个其实 这边是 呃前面是讲那个 Rib Buffer 讲那个Head跟Tail的管理 然后 呃 不是讲话 我们讲Concuren呢 其实不是只有讲那个 确保资料正确 其实我还会去思考说 怎么做呢 是对整体的这个时间 可以有更低的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 机械操作去下手 然后呢 注意到这边呢 还是那个Lockless 然后 那这边呢 就尝试呢 去去分析 它的那个程式执行 因为我们用到Mutex MutexLock 跟那个Continue Variable 所以我们现在就 就想说能不能去 针对不同的讯息量 就是讯息大小 然后呢 接着就是去用 更多的执行序啦 去表示我们的程式 可以在多个执行序 可以执行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Lockless 但是呢 我们透过很多方式呢 去调整 接着呢 往前前进 来讲到这个Threat Pool 然后呢 这个Threat Pool呢 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 其实在Linx Kernel 是大量存在的 然后呢 Threat Pool的想法就是说呢 因为在多执行序的情况下 建立跟销毁执行序的物件呢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那这个平凡的配置呢 平凡的释放呢 这个其实是有额外的延迟时间 而且呢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针对处理器的特性 让 特别的Threat Pool去管理到 执行序跟处理器之间的关联 我们这边讲过 什么叫排成器 排成器就是 这个 你想要执行的任务 跟实体资源的什么 函数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它可以是一个多对多 或是多对一的关联 那在单核来讲就是多对一 那在多核除以器就是多对多 然后呢 现在有个有趣的地方是 你相对自己的管理一部分的 这个排成器的功能 那当然这些是跟系统排成器不冲突的 就是你自己管理一部分功能 就医院来比喻 比喻的话就是 它有个抽号码牌 然后每个病人要求诊时候 如果你没有Threat Pool 每个病人要求诊 就要找一个医生 如果你有Threat Pool之后呢 这个就有门诊 对吧 就是想看病人 我就去 就是去 去 去挂号 那有更好的Threat Pool是什么 就是有号码牌 就是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就是去 就能去协调 所以呢 我去抽号码牌 然后呢 护理师呢 去看协调说 这个 看这个 要开这个一诊二诊 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要不要 要谁来看 因为你知道 有些医生 他的专场很多嘛 比方说 他是内科系统 他其实 如果现在的 非常忙的时候 他 虽然这个 这个医生的专业 他是 他不是 耳鼻喉科 但是因为 另外一个医生 他是通用内科 所以他其实也可以看 反过来说 有的是外科系统 所以这个协调 你就知道 外科系统跟内科系统 是不同的 那当然也有 反过来说 看起来是外伤 但是其实 后来发现 就是内科系统 或者说 他一开始 乍看是内科系统 但是后来发现 他可能更 更复杂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东西 就是会有去协调 那有人去协调 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 所以整个东西 你要看的东西是什么 是那个Task Queue 还有说 怎么去执行 兵分多路 怎么去执行 而且这些任务的执行 必须要对应到 实体的什么 实体的装置 实体的CPU 或者是运算资源 好 那底下呢 就是尝试去 用这个 原周率运算当例子 原周率运算 最主要 关键不是原周率 关键是 我们要找事情装忙 比方说 找事情给 那个是会破去执行 那你看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 不同的执行区的数量 就会 会有 增长 然后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每一次的运算 有些运算是重复的 对吧 你在计算云周率 如果是用 莱布尼茨的方法 那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很多运算是重复的 那 如果你要想要 运行程度更高的话 你可以用BPP 这个BPP的话 我想大家在 之前在讲 之前在讲 Fibonacci Fibonacci的时候 你会看到 会有类似的公式解 其实就类似的 然后这个东西 BPP很重要的地方是 它可以去求 Pi的每个位 所以我就可以 让Pi的计算 让每一个位数 由不同的 不同执行区去执行 底下就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那一开始 我们是用Log Based的方式 去试作 就是 你刚刚说 有P Spread 去执行不同的Worker 所以 我们把上面 真正拿来执行的地方 就叫Worker 就是说在SwordPool上 它会去分配 给不同的Worker 去试作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不同Worker 然后去描述 它的JupperQ的关系 然后底下 就跟人家说 我怎么去分配 那这个东西 请你搭配 看这边的描述 然后 这底下 底下有提到说 怎么去 什么实作 怎么去改进 然后 那接着呢 就是会有去讲说 我们能不能去实作 Log Free的 让上面的那个 Zwip Pool 是可以Log Free 那注意到这些 很重要 因为 因为 事实上 我们这一部分的程式 就跟Ninskno 是很接近的 就是 我们不想依赖Log Based 然后呢 要把上面Log Based的实作 改成Log Free 其实是很麻烦的 因为首先 你要引入一个 Log Free的Q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后面的实作 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怎么去实作Log Free的Q 然后 会跟上面 我们讲那个Hazard Quint 会有类似的 就是你要怎么去追踪 物件跟物件指令的关联 这个 请你也花一点时间去看它 那这个 有很多东西很像 就是 但是这个 这个 很困难的 然后 然后也要避免那个ABA问题 所以这个 很多议题要去看 然后我们之后 接着去看那个 要看的 就是Log Free 它其实不见得会比较快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 Log Based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站的时间是很多的 然后你看 在这边的实作来讲话 这两者是在不同的层次 像蓝色这条线 蓝色这条线就是 它是 蓝色这条线 等一下 这什么事 蓝色这个 就是Log FreeQ 然后 刚刚上面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 让整个实作可以有 更大程度是Log Free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在某个区间内 它会增长很快 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会 书铺会下降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去 要去探索 所以它就探索了 中间发生什么事 然后 我们接下来几周呢 会有类似的 类似的分析 好 那请你花时间去 看这些材料 这个其实很 头很痛的 但是不要猜取上 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材料 是希望大家先可以去看它一次 然后发现哪里不足 哪些不懂 把它记下来 记得 提醒大家 我们有一周的作业是什么 我们第五次的作业呢 很特别 我们第五次的作业是要求大家什么呢 要求大家呢 把不懂的东西记下来 不懂不可耻 真正可耻的地方是什么 不懂装懂 我希望我们在这门课呢 我们一直强调诚实面对自己 就反映到这些地方上 我们的教材很多 很杂 那请你原谅我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 但是有一个目标是不能跑掉的 目标就是 就是要看现代的 林斯克诺 因为你再去看过去的东西 说真的 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而是说 唯有在看现代的系统 你才有机会 对吧 你把过去东西 选的鬼怪乱熟 但是那是20世纪的事情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然后 我们在第五周的作业 请大家记得 这个第五次的作业 第五次的作业呢 就要求什么 要求在四月十号之前 请你尽量配合 然后呢 把你不懂 看到这个坑子这样 不懂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呢 我会去回答你 然后呢 我会在一对一讨论的时候 可以运用 就是请你运用 一对一讨论 讨论 然后呢 我会 换个角色 就是各位出作业 让我去回复 好 那我们很快的 带过这些议题 希望大家了解到 并行和多质量设计呢 它涵盖的范畴 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呢 这中间呢 你要思考很多议题 然后 会有不同的案例 见招财招 那接着呢 那请你自己看这个部分 对不起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带着大家去看 就是这个地方 一样有讲解录影 这边在做什么事呢 就是讲这个Linux的 这个同步机制 那这边我们讲的 相对比较浅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同步机制 比上面的讲座简单很多 所以如果说 上面你开不管的话呢 你可以先看底下这个地方 先了解Linux Kernel 有哪些同步机制 Summer for Mutex 这是基本款 然后呢 会有提到像RCU 提到Spinlock 你知道它彼此之间关联 所以这个Linux就是一个 比较早期的讲座 2018年的讲座 讲的比较简单 然后讲的比较浅 然后真正要看那些细节 怎么去实作 就是我们特别有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是我们从前年 对 前年开始去要求的 我们希望可以去整理这些材料 就是让你了解到 现在必须的挑战 让你了解到21世纪的挑战 然后之后一路可以往前走 然后反过来说 在Linux的同步机制 这个就前点多了 就只是讲一些历史故事 然后跟你说到什么东西 它大概去个 让你解像那个BKL 这样东西对Scapacity的冲击 为什么Linux千方百计 要把它去除掉 那主要有些内容 是跟上面是重叠的 这是我们教材一直存在的问题 每学习都有同一反应 但是因为这些教材 主要是我在编辑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还蛮累的 如果说你对编辑材料 很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就是看我们可不可以 一起把这个教材 把它做得更好 好 那最后的部分 就是跟Linux形成内部状态 有关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撰写 特别的Linux Kernel Module 撰写Linux Kernel Module 来做什么事情呢 来去变更那个状态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 Linux的process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在讲一个什么 讲Linux Kernel Module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Kernel Module隐形 对吧 有一个Kernel Module 我们称为叫Hidden Hidden LKN 就是这个Hidden Hidden LKN 这个SOSPROG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讲Linux Kernel Module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一个专案 它叫Hidden LKN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Kernel Module 但是一旦挂载的时候 你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自己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呢 之所以可以看不到自己 就是因为它去修改了Test Track 因为我们知道Test Track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Link List 所以我让Kernel Module可以挂载 挂载之后呢 挂载之后呢 我偷偷的量 不是偷偷 是怎么去为所欲为的去变更 然后这个程式呢 这个程式呢 我就是去 让你可以去修改 修改Test Track 然后里面就接触到之前讲的什么 List Head 然后注意到这边的话呢 就是你需要了解到一些背景知识 这边背景知识包含说 Work Queue啦 Signal 这些东西你已经有点概念 然后我们这边讲的更细致 然后这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程式 然后呢 你让某些Kernel Module可以看不到 或说你可以去修改某些Linus Process 让这些Process可以遇到某些事件 比方说呢 你用P Trace P Trace要去追踪 比方说用GDP本身就是用P Trace 用GDP的时候呢 我可以 本来可以追踪 我们想要追踪的行程 只要我全线够 但是呢 我可以挂载一个Kernel Module 它可以去限制GDP 它在某些Process不能用 你说这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例如说你要开发一些商业软体 或者说你要去保护 你的某些智慧产产 或说你要去限制某些行程内容 不能被随意的变更 因为Linus的安全模型呢 其实比较粗糙 其实 Linus给你很大的弹性 反过来说就很容易把某些都弄坏 所以你可以撰写一个特别的Kernel Module 去保护某些行程 那这边呢 就去示范了 怎么去撰写这样一个Kernel Module 它可以去限制某些行程 我不准去追踪 所以你看一旦去侦测到某些其他行程 去追踪 你想要锁定的行程 那Don Trace这个Kernel Module 就像它的名字所真 它就不准 不准对方去追踪你的程式 好那这个就是在 那这个城市刚好 这个Kernel Module刚好可以回顾 让你回顾呢 我刚刚讲的是Vocular 然后之前讲过那个CPU的排程 好 那顺便一提 就是我们从本周开始呢 我们的又会有跟Kernel Module有关的作业 然后呢就是会把很多层面 把大龙通 那所以你前面有什么环节没有懂的话 后面就会陆续浮现出问题 好那再讲说 不懂不可耻啊 然后不懂装总才可耻 然后请你及早的预言一对一讨论 好那注意到我们这个课程呢 每年都会拉低 不是 拉低冷数 就是提高难度 所以那个难度到这学期为止 我们从2009年开到现在 其实今年就很难了 难到我已经觉得会吐血了 然后你说为什么要教那么难东西 对不起 Linus Kernel就这么难 如果不那么难呢 你连皮毛都碰到 我们希望在这门课 你有机会碰到Linus Kernel的皮毛 注意到这是很了不起的目标 碰到Linus Kernel的皮毛 是很了不起的目标 为了这件事呢 我们必须投入很大的努力 但是呢 很显然没办法每个同学都打到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对一 针对不同的同学的状况 我们去个别去辅导 个别去设立目标 然后请你一定要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记得要做第五次的作业 让我了解你的问题 好我们先到这里